第二千九百二十章人兽斗 另一名女子则站在凤九的身后 为她按压住双肩 不多时 又有两名女子敲门后进来 他们端来了点心以及美酒 而后便跪坐在两人身边侍候住 轩辕莫泽看了一眼 沉声道 你们两个退下 没有吩咐不要进来 是 两名端住东西进来的女子恭敬地应了一声 这才退了下去 斗兽在中间那里 凤九询问着 是 小姐若感兴趣 可以堵斗那位凤九按压住双肩膀的女子柔声说着 上一场是绿方胜出 下一场红方出斗的是有不败之称的双刃剑客 文言 凤九威本 这是兽与人斗 斗兽斗兽 她以为是双兽相斗 不过听这话 显然是兽与人斗 是兽与人斗 绿方是兽 红方是修士 女子说着 又道 双方竞斗龙 只有一方战死才算分出胜负 竟是人与兽斗 这笔斗倒是残忍凤九轻叹一声 看住下方 听着这周围隐隐传出的声音 不知在想着什么 不多时 另一名女子端来两杯茶 公子 小姐 请用茶 轩原莫泽和凤九接过 闻着茶香 凤九笑道 看来这两千金币花得到也无有所值 这是灵茶 轩原莫泽说着 抿了一口后道 这灵茶入口清甜回味干香 入腹灵气流动 可算不俗 这泡茶用的水 也不是普通的水吧 凤九看了那女子一眼 回小姐 这茶水取自天灵山雪水 茶叶则是高山灵茶 整个四方城 也只有这天空之城 可以喝到这灵山雪茶 给她们两个泡一杯 凤九示意着 要她为冷华和罗鱼两人泡杯尝尝 听到这话 女子眼中划过一丝构意 却仍恭敬地映住 是 主子 这茶当真那么好喝 我刚尝了下酒 这酒也是零酒 而且味道极醇 主子要不要也喝一杯 罗鱼朗笑问 凤九笑了笑 道 不了 你们两个喝吧 别喝醉了就行 谢主子两人说着 便也坐着喝着酒 看住前面场中的尖的舞蹈 直到 那跳舞的几名曼妙女子退下后 场地一清空 出现一个悬铁龙 这悬铁龙 从一楼到三楼的高度 宽也覆盖了整个中间空地 先是一名穿住 紧身静装的男子出现 他手持双剑 灰白的发丝竖了起来 脸上有着两道交叉的疤痕 目光阴冷而透着视觉气息 只看了一眼 凤九便感觉到这个人身上 弥漫着的那股浓郁的血腥味 想来 他的手上也是沾染了不少的人命的 不多时 铁龙的一侧铁门处 一头双头狮子 彭扶闻到血腥味一般 在那铁龙处的门边 抓着铁龙 一边怒吼住 公子 小姐 若是豆渡 现在便可下注女子柔声说着 暗暗双腿吧 凤九说着 一边喝着茶 看住那下面的一幕 以及 那周围站起来 看向下方的一些其他客人 他在看住 对方的一名男子 也隔住水晶帘 在看住凤九 第二千九百二十一张吻书 就算是看不清 但若隐若现更显勾人 尤其是那一抹耀眼的红色 就算是隔着水晶帘 也挡不住 许是察觉到对面的目光 轩辕莫泽眉头一拧 带着几分不悦地 看住那对面 以凤九的容颜 在外面很容易被人盯上 尤其是女装 凤九的视线 落在下面那斗兽笼中 看住那里面的一人一兽 他转头看向轩辕莫泽 你觉得这是兽营 还是那个修士 那头双头师 会迎轩辕莫泽说着 看住他 问 可要吓一些 凤九敏春一笑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吓一些吧 他笑着看向那正 帮他捏着脚的女子 问 这最低的下注是多少 最低下注是五百金币 只要拿着号牌 走到前面喊出 下注的金币 就可女子柔声说着 那我们就下个四千金 币吧 来到这里 可是花了我们四千金币呢 他轻笑着 让冷华举起号牌下注 闻言 冷华拿着九号的牌子走上前 喊出买率方盈 下注四千的话 不多时 便听见这楼中空气中 回荡住重复住他的话 九号客人买率方盛 下注四千金币 听着这话 不少人都朝九号房间看去 只是 看不清里面的人 只看见有几抹身影 在那里面若隐若现 其中一抹红色身影 哪怕是隔住珠连 也是风华难掩 十三号客人买红方盛 下注两千金币 五号客人买率方盛 一千五百金币 一号客人买红方盛 下注三千金币 十七号客人买红方盛 下注一千金币 不多时 楼中便回荡住 一个个房间下注的信息 大多数都是买纳 红方双刃剑客胜出 毕竟 这人自斗兽以来就没输过 在众人看来 他是稳赢的 因此 自然没人会觉得 这场会是绿方绿出 因此 有人笑道 九号房间的客人 你这投注可是打水漂了 四千金币白花了 哈哈 九号房是为姑娘吧 我看着一袭红衣 好似女子 姑娘可要出来露个面 听着周围那些 打趣的笑声传来 凤九转而看向 轩辕莫泽 见他脸色黑沉 这引有不悦 便道 你说 我们要不要加些马 他把玩住发丝 也不等轩辕莫泽说话 便笑道 既然要玩 那就刺激一些好 就再加六千金币吧 一听这话 那帮凤九 按压住双脚的女子一正 抬头呆呆地看住他 一万金币 这位小姐到底知不知道 一万金币是多少 而且 她不是跟住这男子来的吗 这样浪费钱财 难道这男子就不管管 想到这 她不由地看向那 黑沉住脸的男子 见到她脸色引路的不悦 以及微皱着的眉头 心下不由暗存 看 就算是在宠爱这名红衣女子 这男子也是不喜 她这般胡乱浪费钱的作风的 可 下一刻 当她听到那冷着一张脸的黑袍男子开口时 她便有些傻眼地呆住了 怎么事情 好像与她想的不太一样 第二千九百二十二章败战 冷华 家住轩员莫泽沉着声音说着 是 冷华硬住 上前再报一声家住 从四千金币再加多六千金币 凑到一万金币整 九号客人家住 那声音回荡住 传入众人耳中时 让众人也愣了一下 想着 对方应该是个二十组 居然他们这么一击就夹住了 看来是个没什么脑子的 却不知 轩员莫泽与凤九是胸有成竹 毕竟 以他们的目光来看 自然看出了那个修饰体内有伤 在带伤的情况下 与一头凶残的双头师战斗 那是必死无疑 于是 在铜锣声敲响后 便见玄铁门打开 那头双头师低吼一声冲了出来 猛地扑向了那名修饰 两个头双声吼叫声起出 强大的威压震得空气中微微颤抖着 那名修饰手中双剑启动 灵力剑刚之气折射而出 却被那双头师闪避开了 他猛地扑上前 力爪在空气中滑出几道灵力气人 锋利如刀的爪子划过那修饰的手臂 顿时将那衣袖连层皮肉一同撕下 一声淒厉惨叫也随着响起 只是他来不及去查看伤口 猛地一个就地翻身 迅速拉开与那双头师的距离 这才低头看了下伤口一眼 只见那手臂出现几道深深的抓痕 衣袖与皮肉都被扯下 血肉模糊 鲜血淋漓 浓郁的血腥味随着在玄铁笼中散开 刺激的那双头师更加兴奋凶残 吼 双头吼出的声音汇聚成一股 若不仔细辨认 根本察觉不出那是来自两头授口 当看到那修饰被撕下一块皮肉时 那些房间的人顿时有些坐不住了 速度怎么会慢了 那一击居然没避开 有人挑开了水仓帘 站到了围栏处往下看去 瞪起了一双眼睛 看住那下面的一幕 虽说两三千金币对面他们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 输钱是小 输了面子是却大了 九号房中 凤九和轩辕莫泽神色淡然地喝住茶 看住下面的那一幕倒也不是他们冷血 拿修饰的命来赌 而是 以两人的月人的目光 自然可以看出那名修饰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那人目光阴冷眼底 凶残之气极重 一身血腥味也极为浓郁 那是常年沾染着鲜血与杀戮的人 才会沾染上的气息 既然与那凶兽相斗 他们自然是则强者而投注 果不其然 没过一会 一声一声的惨叫声便传了出来 那修饰在被那凶兽攻击重伤后 速度明显下降 身上血迹斑斑 眼见胜负渐分 其他房间的人不由地朝那九号房看去 目光怪异 这九号房的人怎么会知道 这场是那双头狮子胜出 毕竟 那双刃剑客自参加斗兽以来 共计二十多场都没输过 没想到今天却输了 这一场斗兽 在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中结束 眼见着那双头凶兽要扑上前来之时 那双刃剑客当即捏碎了玉牌 瞬间 整个人便出现在斗兽龙外 浑身无力地跌了下去 第二千九百二十三张赠九 一 他居然换活命玉牌 看来这场斗兽 他自己也是没把握的一名站在围栏的男子说着 盯着下面跌出玄铁龙的双刃剑客摇了摇头 纵是保住了命 估计日后也是在斗不了兽的 那活命玉牌又是怎么回事 凤九看向其中一名女子问住 回小姐的话 那是用五百斤闭换的玉牌 只能在分出胜负后 为保住一命时使用那女子柔生说着 每个金斗兽场的都会有一块 不是说不死不休吗 他挑了挑眉看中那女子 闻言 女子柔生道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除非拿五百金币去换才有 而且一般情况下 很少有会换活命玉牌 多数的修士都是斗到死 听着这话 凤九目光微闪 也是 参加斗兽的人都是拿命在换钱的人 又怎么会拿出五百金币去换那样一块玉牌 不多时 那双刃剑客被两名男子拖走 空气中有声音宣布了绿方胜出后不久 一名随士便端住托盘而来 尊贵的客人 这是你们赢的一万金币 请验收那随时弯腰将托盘端至 轩辕莫泽和凤九面前 冷华 凤九唤了一声 便见冷华上前查看了一番 再将那些金币收了起来 主子 一万金币没错 问凤九淡淡地应了一声 对两名女子道 你们也下去吧 是两名女子恭敬地应了一声 乖乖地退了出去 看到这里 若还不知这红衣女子的地位 那他们也算白混了这么多年了 九号房的客人 你是怎么知道那双头受惠赢的 一名男子扬声问住 站在围栏处看住那若隐若现的两抹身影 轩辕莫泽和凤九都没去理会 他们躺在软榻上休息住 而冷华和罗宇则站在他们的身边 主子 我们近来花了四千金币 如今却赢了一万 算下来我们还是赚了罗宇脸住嘴笑着 感觉跟住主子出来是不会吃亏的 嗯 小赚一笔 毕竟我们又没什么经济来源 看个斗兽花四千金币 确实是有些败家了凤九说着 拿起一块糕点吃住 主子 你们怎么知道那头双头兽会赢 罗宇问出心中疑惑 那名修士的实力可不低 可居然也败了 真是意想不到 那人身上有未遇的内伤 久战之下 必败无疑凤九不紧不慢地说住 这时 房门外响起敲门的声音 冷华走上前打开 见是随时便让他进来 只见 随时手中端住托盘 来到凤九和轩辕莫泽身边时 恭敬地道 尊贵的客人 五号客人赠送了两位一壶美酒 以及为两位点了一支舞 请欣赏 他为两人真道住酒 而后走到围栏处拍了拍手掌 便听月声传出 那原本出现在中间的玄铁龙 消失无踪 地面弥漫开 一股青烟 七名穿着不同颜色一群的美艳女子 从一扇门中甩着罗袖倾步而出 在七人中间 一名白衣女子青纱遮面 一出现 便引来众人惊艳的目光 第二千九百二十四张游赏 这天空之城的舞鸡 生得倒是极美 青纱遮面若现若现 更添神秘气息 美眸流转 光彩动人魅惑人心 再瞧瞧这身段 恶挪多姿四杨柳清白 又似水蛇扭动 针针销魂 一名男子走出水晶莲 站在围栏边 看着那中间领舞的那一白衣美人 当看到他胸前雪白玉姬引现时 一双眼睛更是无法从他身上移开 云雾间 美人长袖善舞 那缠在雪白玉臂间的丝带 随着他们的转动而舞动住 十二脚尖一点轻盈而起 身影轻盈旋转落地 群花荡开迷人眼眸 外面惊叹之声不绝 赞美之声更盛 更有人在询问住 此舞鸡熟身金碧几何 九号房间中 凤九看住那动人的舞姿 听着那周围传入耳中的赞美之声 他笑了笑 看向他身边坐着的轩辕莫泽 笑意盈盈地问 美吗 冷华和裸宇唇角微扬 两人不动声色地往一旁退去 目光则观看着那动人的舞姿不得不说 这几名舞鸡因身俱修为 跳起舞来身姿更是轻盈 再加上这云雾之间的场景 以及他们美艳的容颜 还真有几分云中仙子的感觉 轩辕莫泽看住那跳舞的舞姬 认真看了一会儿后 才转而看向凤九 道 虽然舞姿动人 但仍不及阿九半分 这些女子跳的舞确实是极好 但她知道 她的阿九若是舞起来 更是倾国倾城之色 国色芳华之姿 闻言 凤九敏唇一笑 这几人跳的确实是不错 意外的是 竟也能得你一句动人 听着这话 轩辕莫泽看住她 阿九不惜我赞他们的舞姿 那我便不赞 既然赞 那就得赏凤九笑柱说着 对冷华道 一人赏一百金币 零舞那个赏两百金币 都是赢回来的钱 拿着这钱用来打赏 格外的舒心 是冷华映住 走出外面交代了一声 待到一舞进时 那几名舞姬正要退下时 便听见空气中传来的声音 因而停下了脚步 九号房客人赏舞姬 每人一百金币 赏 零舞的水仙仙两百金币 听着这话 其他人便也跟住打赏了金币 尤其是对那零舞的女子 因此 一舞下来 几名舞姬收到的赏赢竟是极多 谢诸位贵客赏 脸上遮住面纱的水仙仙屈膝柔声 到了声线 正要退下时 便听一句男子笑着问 水姑娘 我们都赏了你不少钱赢了 却连姑娘的容颜都没见到 姑娘是不是应该摘下面纱 让我们一赌姑娘的容颜呢 听到这话 其他人也跟住起哄着 不错不错 我们可都打赏了不少银钱 怎么说 也应该让我们一赌姑娘的容颜 更何况 美人好颜色 自当与重赏 哪能有青纱遮面 藏起容颜之举 那水仙仙微垂中谋 身体彷復因害怕而微颤了一下 他看住众人的相逼 又见这上面管事也没出面处理 显然也是不愿为他区区一名武鸡 而得罪那些贵客 衡量之下 他柔声开口 第二千九百二十五张出手 诸位贵客皆是人中龙凤 天人之姿 仙仙实在是不敢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道不耐烦的声音 粗暴地打断了 啰嗦什么 让你摘下面纱 就将面纱摘下 我们要看你的容颜 那也是看得起你 区区一介武鸡 你在装什么矜持 摆什么谱 听着这话 那水仙仙娇躊躯一颤 美眸含泪地朝上看了一眼 继而抬手 颤颤地解下纱 既然诸位贵客要看仙仙的容颜 仙仙取下面纱便是 当那面纱取下 一张清觉的秀丽容颜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这让见惯了美艳女子的众名男子 只觉眼前一亮 美人垂眸尽力 眸光寒泪 楚楚可怜 让他们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时间 有不少人都动了心思 这舞鸡身形纤细 腰之似水 容颜清觉秀丽 看住温婉可人 若为鸡妾倒也未尝不可 凤九看住下面那女子 摘下面纱露出的容颜笑了笑 这下好了 美人只有一个 就不知为谁所得 那些人喊住 要那水仙仙摘下面纱时 这里的管事也没露面 显然也没将一名舞鸡放在眼里 估计若是这里的任何艺人开口 再买下她 这女子也只能沦为这些人的玩物 空有容颜 却无自保之力 落入险境 也只是迟早的事 轩辕莫泽淡淡地说着 她只是扫了那下方的那名女子一眼后 便移开了视线 在他们看来 就算是那女子无辜 但 她身处这样的地方 要面对这样的处境 应该早就知道 她们可没那个闲心 去管旁人风花雪月的闲事 不是还要斗兽吗 怎么耗上啊 下一场出来的又是什么兽 凤九的声音淡淡地传出 打破了那外面众人 对那女子平头论足的议论声 听着这突然传来的慵懒声音 那些人的注意力 一下被吸引了 不由朝九号房看去 当他们隐隐看到 那抹红色身影时 便笑着看住那抹黑色的身影 道 说起来 九号房的客人 似乎还未曾露面 来到这天空之城 还邪美同行 这位阁下倒也是风雅之人 只是不知 你身旁的美人 可能推出来一件 就在那人的声音落下之时 轩辕莫泽深邃的眸色 也在这时犯上了寒光 他抬手凝聚气流 便以助闪电般的速度 袭向那名说话的男子 秀 死 啊 灵力的气流之色从空气中滑过 羞的一声射中了那男子的小腿 冰寒刺骨的气流击中他的小腿 让他不由自主地倒出了一口气 痛呼一声 整个人也因那一击 而因惯性往围栏外刷去 在谁也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喷的一声重重地摔下一楼 嗯 身体重摔向地面 他痛得闷哼一声 彭腐气血有那么一瞬间无法流动一般 让他连喘气也觉得困难 他屏住了呼吸 躺在地上缓和了一会 也在此时 反应过来的众人 这才惊呼了一声 死 居然摔下去了 公子 谁出的手 第二千九百二十六章 区区女子 一时间 场面似乎有些混乱 那些原本就站在围栏处的人 在缓过神来 纷纷看向凤九他们所在的那一间房间 刚才那人正是在对九号房间说着话 才会突然掉下去的 这么看来 应该是这九号房的人出手伤人了 公子 一名男子迅速上前 将那躺在地上的华裔男子扶了起来 焦急地问住 公子 你怎么样 伤到哪里了 死 腿 小腿 那华裔男子指住自己的小腿说着 那一身尽装的男子连忙弯腰查看 当卷起他的裤脚 看到那已经微微泛住红肿的小腿时 他不由道抽了一口冷气 肿了 五号房间的那人 副手站在围栏处 看住那起身站起 挑开水晶帘走出来的那名黑袍男子 当看到那黑袍男子时 他眼底划过一抹一色 倒没想到 竟是这般的年轻 而且 很是出色 只为那人说了几句 冒犯了那名红衣女子的话 这黑袍男子便动手 可见 那红衣女子与他 甚是不凡 轩原莫泽附助手站在围栏处 他毫不掩饰自身的天神巅峰威亚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下方的华裔男子 沉声道 是本军商的你 又待如何 那下方被随行护卫辅助的华裔男子 一听这话 不由咬了咬牙 有种留下你的名字 呵呵 轩原莫泽冷笑住 深邃的黑童泛住寒意 就凭你也想知道本军的名字 不自量力 说话间 言语中的语气甚是狂妄 一副没将他放在眼底的意思 你 那男子盯着轩原莫泽 也许是身边只跟了那么一个人 此时小腿又红肿住 当下 他便喝着 这里的管事呢 出来 本不想插手他们的事的管事见词 也只能走了出来 打着笑场 两位客人还是各退一步吧 毕竟这里是天空之城 若是事情弄大了 对谁都不好 这是简单 让九号将那位红衣美人 送给十三号的客人不就行了 一名男子双手还住胸 以着围栏说着 彭扶不怕事情挑大一般 还故意挑着事情 听着这话 那男子挑衅的看住轩原莫泽 道 不错 想要我退一步容易 将那红衣女子送出来吧 轩原莫泽眸色一冷 正要开口 就见水晶莲挑开 凤九走了出来 一双手握住了她的手 只是轻轻一握 便将她的怒气压下了 她朝她看去 见她微微笑着 眸光柔和地看了她一眼后 便看向那下方 被扶住的华裔男子 而在这时 随着她的出现 五号房的那名男子的目光 便灼灼地叮嘱她 而其他人也是惊艳地 看住一袭红衣着身的她 庞扶没想到 这水晶莲后的红衣女子 竟拥有这样角色的 倾城容颜一般 我看公子气宇非凡 想来也是大家子弟 奉酒轻声说着 目光带笑地 落在那名看呆了眼的 华裔男子身上 又怎么会为难我 区区一介小女子呢 公子 你说是吧 第二千九百二十七章 宇文贺 那华裔男子 看住一袭红衣 容颜绝美的红衣女子 只感觉一颗心 怦怦地跳住 还从没有一名女子 让她一眼 便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因此 她深吸了口气 缓和了下心头怒火 道 既然美人开口 本公子自然不与你计较 只是不知 这人 又是你的什么人 她的目光 从凤九身上离开 转而落在 薰原莫子的身上 看住这人 对那红衣女子的态度 只怕这红衣女子 不是一般的美机吧 凤九闽唇笑着 声音不紧不慢地传开 这是我家夫君 公子先前言语多有不适 莫怪我家夫君要生气 你澄清了 那华衣男子一听 顿时急了 连声音都扬了起来 自然她笑着说 澄清了又如何 原公子若是看上这美人 抢回家便是了 区区一女子 而且 以原公子若是看上这美人 抢回家便是了 区区一女子而且 以原家在这四方城的势力 作诗又何须优柔寡断 那先前挑逝的男子又在开口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看住他们 文言 凤九撇了那以着围栏而战的男子一眼 笑问 这位客人与楼下的公子有仇 听着这话 楼下那华衣公子 撇了那上面那人一眼 不知在想着什么 而楼上以着围栏而战的男子 听了则问住 我当然与原公子无仇 有仇的应该是你们吧 刚才你家夫君可是一出手 就让原公子摔了下去 而且还伤了他的小腿 他的声音一顿 勾着唇吃笑着 若换成旁人 呵呵 可不会这么容易就平息 嗯 看来真的是有仇 凤九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 看住那下面的华衣男子 似笑非笑地道 原公子 这位客人可人可是想挑逝呢 他可是想着借我们的手杀了你啊 这可是大仇 你可得小心点 免得哪一天不知被人给阴了都不知道 听着凤九的话 再看着那男子顿变的脸色 华衣男子到这里又岂会看不出来 他盯着那名男子 冷冷地看了一眼 便对那管事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本公子找点药来处理下伤口 原公子腿上的伤是我家夫君弄伤的 既然这样 这样 理应我们出 也算是给原公子赔个不是凤九说着 衣袖一服 一个药瓶往下而去 那原公子接住 看了凤九一眼 又看了那轩原莫泽一眼 最后才道 也罢 也是本公子口中有多冒犯 既然你都送了药了 那这事也就算了 呵呵呵 公子大量 请上座 我请美姬来为公子包扎管事 连忙住说着 换人扶他回去 看住本应动手的一件事 就这样轻描淡写的结果 那五号房间 一直目光灼灼 盯着凤九的男子见了 眼中光芒一亮 眼中盈盈有着欣赏之色 姑娘好手段 宇文贺佩服 她拱手朝凤九示意了一下 同时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却依旧称凤九为姑娘 言语间 更是毫不掩饰她的欣赏之意 第二千九百二十八章 读什么 凤九淡淡地瞥了一眼 便牵着轩原莫泽的手 进了里面 坐回软榻上 她轻声道 或是直接动手 估计后面麻烦事也不少 还是算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 轩原莫泽朝她看去 露出一抹笑容 道 以前你一个人独自在外时 我总担心住你 遇事会应付不来 不过 这些日子 看着你处理的事情 确实证明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也就你才一直 不放心地担心住 你也不想想 我一个人 独自在外多少年了 这点小事 又岂会应付不了呢 她轻笑住 道 更何况 有事动手 并不是解决的最好方法 这样看来 我是可以放心地 闭关修炼了 轩原莫泽说着 看住身边坐着的她 道 我准备这几天忙完后 便开始闭关修炼 尽快突破天神巅峰 我们府里的后山 那里就有一出洞府 我让杜凡 在那里布下了聚灵阵 道时 再布下一些阵法和结界 不会让人打扰到你 至于其他的 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她还得炼制一些丹药出来 因此短时间里 是无法闭关的了 再一个就是 他们两人 若是一同闭关也不妥 更何况 她的实力 前段时间才突破 就算是闭关 也无法突破天神巅峰级别 只能做到稳定而已 既然这样 道部趁着这段时间 多做一些事情 在这四方城中 站稳了脚步再说 另一边 那员公子回到房间坐下 有助美肌包扎着伤口 当用那药瓶中的药 包扎没多久后 便感觉那股疼痛感渐消 她不禁诧异地 看了那药瓶一眼 这药的效果到奇特 竟这么快地就渐消了 是从哪里来的药 这样的瓶子 这样的药膏 四方城中似乎从未见过 因刚才的一幕 这天空之城 其他房间的客人 也对九号房间 多了几分的注意 然而 就在下一场斗兽 要开始之时 那先前挑逝的那名男子 看住凤九他们 说九号房的两位 不知可敢跟我赌一把 听着这话 凤九挑了挑眉 他本著不想惹事的念头 也不与他们计较 谁知这人还没完没了 既然这样 若是不教训他一番 岂不让他以为 他们好欺负 当下 他倾笑出声 漫不经心地问 你想赌什么 怎么赌 一听这话 那男子眼睛一亮 道 我们各派出一只七约兽来战 至于赌注 我拿出十万金币 如何 赌金币 太无趣了 凤九不慎感兴趣的说注 若没有好点的赌资 这赌可就没意思了 文言 那男子目光微闪 问 那你想赌什么 凤九说着 把玩着垂落在胸前的发丝 不紧不慢地说着 是你提出要赌的 不过 赌资若是不能吸引我的兴趣 自然就没有赌的必要了 至于赌什么 得看你能拿得出什么来 听着这话 其他房间的人都饶有兴致地看住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们倒不介意看看戏 第二千九百二十九张好赌 我拿得出好东西来 可不见得你能拿得出好东西来 那男子说着 看住那水晶帘后 若隐若现的红色身影 瞇了瞇眼 道 我是四方成钟 八大世家之一 江家二房的大公子江世昌 既然你说要赌大一点 那敢不敢以你来赌 轩辕莫泽眼中杀意浮现 周身冷气弥漫而出 他盯着那的男子 并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放在软他一旁的手 却是微微动了下 在扶手上轻轻敲了敲 以我为赌 凤九轻笑住 他起身站了起来 缓步走出水晶帘外 站在围栏处看住那名男子 问 你的赌资呢 一听这话 那男子眼中划过一抹幽光 下巴亲娘 当即道 我以石株千年灵药 十万金石为赌 如何 这赌资够赌你这个人了吧 凤九轻笑住 我都不知我竟然这么便宜 还是第一次有人开出这样的价 说要以我为赌 你这胆子 真不小 其他人听了则有些危症 石株千年灵药就已经是天价 外加十万金石 这十万金石就算是四方城中的八大石家 也得抵得上他们十年的开销 浙江市昌竟敢开出这样的赌子来赌 只为了那个红衣女子 在他们看来 就算是那女子再美 但也只是一名女子而已 何须用这样的天价去豪赌这场比赛 若是输了 只怕 就算是江家的家主都不会轻易放过他 毕竟 就算是二房 但这些也代表着一个石家的底蕴 却被拿来与一名女子围堵 说出去 估计谁都得大骂浙江市昌没脑子 但 若是他算准了自己吻赢 却又不一样了 以这样的豪资 引那红衣女子上钩 几乎就是空手套白狼 而且 据他们所知 浙江市昌 前不久得了一头奇约兽 已经是五届的成年神兽 至于那红衣女子 他们觉得 他拿不出一头神兽等级的奇约兽来 所以说的可能是极大的 从刚才那女子处理事情的手段来看 应该也不是无脑之人 这样的赌任谁都知道不能赌 却不想 他们这边才想着 那边就听见那红衣女子的声音传来 既然要赌 那赌资也得拿到这里来 反正现在时间也还早 江公子可以去安排 也好让在座的诸位做个见证 听着这话 那将市昌微顿了一下 继而应道 好 他取下腰牌 交代了随时去办 在这会儿 其他房间的人便笑道 姑娘 你跟他这一赌 可是必输无疑的 你的那位夫君呢 他就由助你胡来 以他们的修为 自然是可以看出 这女子还是处子之身 什么夫君 估计也就随便说说 若是真的 又怎么可能由助他 拿他自己来赌 那对面的五号房间男子 看住凤九笑了笑 道 据我所知 江家前段时间 得了一头五阶神兽 看来这只五阶的神兽 是落在江公子手里 成为江公子的七月兽了 要不然 怎么会拿出十株千年灵药 十万金石来开赌呢 第二千九百三十章 寿元果 目光一转 他的视线落在那江石昌身上 道 江公子 我说得不错吧 那又为何 他看了宇文贺一眼 道 我们江家与你们宇文家 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你最好也不要多管闲事 江公子看不出来吗 这宇文贺宇文公子 可不正也看上这位红衣美人了 另一人哈哈大笑住 朝他们看了一眼后 视线落在凤九身上 倒没想到 斗兽场上竟成了争夺美人的戏码了 有趣 凤九听了 也不与他们多说 只是要那管事安排住 再让人跳一支舞 而此时 原本被忽视的那白仙仙又在出现 依旧是领舞 只是目光不时地朝那上面的凤九看去 同为女子 她低如地下泥 而那女子 却如天上云 看中那么多世家公子 争先讨好 甚至用计也想要得到她 她心中不禁 有一丝的羡慕 明明是一样的人 为何她就能那般的与众不同 随着时间的过去 这些世家公子之间的打赌 也随着传开了 只是因地方是在这天空之上 要上来就得花上二千金币 因此 每个家族也就派出了一两人 前来看看是什么个状况 而一些没开过口 说的话的房间处 那些客人坐着喝着茶 饮着酒 也等着看热闹 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 依稀只能看见身影的水晶莲后 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老者 坐着闲聊 你觉得谁能赢 中年男子询问住 一边亲敏了一口酒 这还用问吗 老者辅助胡子笑了笑 看中那抹红色身影 道 你不是也心中有数 呵呵中年男子低笑住道 只是不知这姑娘的 契约寿会是什么 肯定也不是俗物 就是了不过这 两人看住很是面生 应该不是四方城中的人吧 老者询问住 目光在凤酒的身上打凉住 笨 以前不曾见过 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人物 中年男子饮着酒 笑道 还真有些期待啊 这可比看人兽斗精彩这人 兽斗也是残忍 若不是患有保命御牌的 最后都只能 落得个被生吞老者 轻叹一声摇了白头 有所图 就有风险 这世间本来就没有 轻易就能得到的东西 中年男子不紧不慢地说住 庞扶想起了什么一般 他看了老者一眼 问 你呢 这么久也没找到寿元果 老者露出苦笑 道 你当这寿元果 是那么容易找的吗 我已经足足找了三年了 也没有半点消息 五百年开花 五百年结果 每一枚寿元果 可增百年寿元 这种东西珍贵非常 就算是有 估计也没人舍得拿出来 都是真知藏之 留住自己已被不时之虚 中年男子缓声说着 看了他苍白的发丝一眼 道 你如今这苍老的容貌 任谁见了也不会知道 你比我还小三岁 这两年老得更快 没办法 老者叹了一声 摇了摇头 一脸都无奈 第二千九百三十一章 小志无壮 修仙的人多不胜数 但并不是每一个都能拥有 千年寿元和绝世惊人天赋的 他们所在这片大陆 被称为上界 但也只是因为灵力比较浓郁 更适合修仙者生存而已 却不代表 在这里的每一名修士 都拥有今天的实力 更不代表 天神级别的强者随处可见 毕竟在他们这边 天神级别的强者 也只有那些大宗门里面的尊者 才能有那样的实力 而那些尊者 哪一个不是修炼了几百年的老怪 哪一个不是家族的老祖先 多少家族就算是亲近所有 也出不了一个天神强者 由此可见 那些宗门的地位是何等的稳固 他修炼了快五百年了 原本已经进入非仙之境 却因一次重伤 实力后退之原因巅峰 如今眼见寿元将近 容颜见老 他何尝不心急 只是 就算在心急 又有何用 五百年开花 五百年结果的寿元果 本就难寻 而且就算有收藏者也是不舍得拿出来的 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 他才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 就在这边两人说话间 江家的一名老者和一名中年男子来到这里面 他们看了周围一眼 问着那名先前回去的随士 公子呢 大长老 三叔 你们怎么来了 那江士昌一见那两人 不由得一惊 连忙从上面下来 两人副手而立 看住来到他们面前的江士昌 便陈生鹤问住 你要拿石珠千年灵药 十万金石跟一名女子打赌 而赢了却也只是赢了那名女子而已 我们倒要看看 是怎样的一名女子 让你如此没有分寸 被两名长辈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训事住 他不仅有些羞恼 却也不敢说什么 这落来的是旁人还好 偏偏一位是他们江家的大长老 一位又是他三叔 他是半句话也不敢多说 文言 上面的凤九笑了笑 他以着围栏看住那下面的三人 道 这可是将公子说着要拿我来赌 我这已经算是很勉强才答应的了 毕竟 就区区十株千年灵药 十万金石可还不及 我一根手指头的价值 听着这话 那老者和中年男子抬头看去 见那一袭红衣的女子 以助围栏而战 不由地微皱了下眉头 这女子纵是国色天色 但也不能拿着那些东西来赌 就算是赢稳的 可赢这么个女子也没什么作用 传出去还会让人当笑话 当下 两人相识一眼 他们看住那上面的红衣女子 中年男子拱手说着 是小之无状 以姑娘为赌 实在是冒犯姑娘了 凤九微微一笑 亲谋看住这两人 见那老者是非先巅峰的修士 而那中年男子则是非先中期的修士 两人明明是想阻止这场赌约 却不是直接说想不赌 而是陪里说是冒犯了他 不得不说 这两人的处事方法 比那江市昌高明多了 一个家族能在这四方城 列为八大家族之一 可见 也都不是无脑冲动之辈 第二千九百三十二章六阶破元丹 只不过 那江市昌一而再地挑衅 他又岂能就这样放过他 于是 他倾笑住 点头说道 确实是冒犯了 我本来都说了 这么一点东西 还真不值得拿来跟我相提并论 只不过 见江公子性质颇高 便也想着陪助赌一局 如今既然两位都这么说了 那自然是不能再以我来当赌注 他看住他们 亲谋含着点点笑意 道 这样吧 我就以三枚六阶破元丹 跟你们赌如何 这话一出 只听一阵道抽气的声音传了出来 尤其是其中一间房间 传来了茶杯打破的声音 那是那名中年男子和老者所在的房间 两人原本看出下面的热闹 觉得这场逗赌 是赌不成的了 谁知 竟听到了三枚那样的丹药 六阶破元丹 竟是六阶的破元丹吗 破元丹在这他们四方城中 还没出过五阶的 这女子一开口便是六阶破元丹 她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她手上真有那样的丹药 一时间两人都有些激动 尤其是老者 更是因太过激动 以至于手上的茶杯都打碎了 茶水间湿了她的衣袍也不自知 只是正正地看住那一席红衣的女子 问着对身边坐着的中年男子 我没听错吧 是六阶破元丹吗 是 没听错 她说的就是六阶的破元丹 只是 六阶丹药何等珍贵 更何况还是破元丹 中年男子深吸了口气 缓和了一会儿 道 你别太激动 也许只是空欢喜一场 我如何能不激动 六阶破元丹 你知道的 若是有六阶的破元丹 我就可以突破如今的修为 进入非仙级别 再增两百寿元 到那时 我就不用再担心 我的寿元问题了 老者深吸了口气 只感觉一颗心 猛地跳动了起来 紧张 忐忑 不安 激动 在心头一一浮现着 以至于 她额头渗出了汗水 手心也都湿了 比起他们两人 其他人听了也是 震惊万分 三枚六阶破元丹 要知道 六阶的丹药极为珍贵 尤其是六阶的破元丹 就是十万斤时 外加十株千年灵药 也买不到一枚 可如今 这女子居然说 拿出三枚来赌 一时间 一个个的人 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 打量 探究 以及震惊一一浮现着 江家的那三人 听了也是一呆 江市长错愕地 看住那神情闲闲的 红衣女子 问 你 你有六阶破元丹 怎么可能 女孩说的是 六阶的破元丹 当真是六阶破元丹 江家的大长老 和那江家老三 也不约而同地 开口问住 两人的声音 带着一丝的急切 一双眼睛 紧紧地盯着凤九看住 六阶破元丹 若真是有那样的宝贝 那他们非仙气的 巅峰修为 也可以平击住 六阶破元丹 而进阶 从而突破 进入先胜级别 想到这 他们一颗心 紧紧地提了起来 先胜级别 他们江家 也就只有家主 是先胜级强者 也只有江家老祖宗 是先尊强者 如今 若是有一枚 六阶破元丹 第二千九百三十三张 燕丹 那无论是哪个 巅峰等级的实力服下 都绝对可以再突破 看住他们一个个 激动的模样 凤九挑了挑眉 暗寸 六阶破元丹的 吸引力有这么大 随即又想到 在这四方程 六阶丹药 确实也不多 而且还是可以突破 实力修为的 六阶破元丹 就更少了 这么看来 他刚才提出 拿出三枚六阶破元丹 是说太多了呢 他在这边沉思住 直到听到一道声音传来 才缓过神来 女孩手中 有六阶破元丹 我与文家 愿意以二十万的金石 以及十株千年零药 跟姑娘买 那对面的宇文贺 连忙开口说着 一双目光灼灼地盯着凤九 姑娘 你若守六阶破元丹 我愿意以四十万金石 外加十株千年零药跟你买 那原家公子一听 也连忙跟住喊住 姑娘 你若卖给我原家 我定给你一个最好的价格 姑娘 我也愿意以高价购买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你将那六阶破元丹 卖给我吧 姑娘 听着那一道道的声音 争先恐后地传出 凤九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不仅不慢地说着 不卖 那不卖两个字一传出 众人只觉得一口气 被卡在喉咙处一般 不上不下 好不难受 不卖 不卖 你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来 这让他们如何做得住 江家的人一听 连忙道 刚才姑娘不是说 拿出三枚六阶破元丹 来为赌注吗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再加二十万的金石 以及两件圣器如何 三十万金石 十株千年灵药 以及两件圣器 凤九念着 一边看住他们 问 你们是要拿出这些为赌注吗 没错 就是这些 女孩觉得意下如何 中年男子询问住 目光落在凤九的身上 闻言 凤九目光微转 笑道 我无所谓 只不过 我要先看到赌注 空手套白狼这种事情 我不太喜欢 说话间 他手一转 一个药瓶出现在手掌中 当然 这天空之城 想必也是有验丹师的 就请验丹师验一下丹药吧 看看我这丹药有没出错 一听这话 又见他拿出丹药来 众人的眼睛不由有些泛红 这就是六阶破元丹 他还真的有六阶破元丹 这上面的管事 早在他们说出那话后 便助手安排着 不多时 两名老者走了出来 看住上面的红衣女子 道 姑娘 请下楼来验丹吧 众人看了那两名验丹师一眼 就见那红衣女子 将丹药递给一旁的男子 而后那男子便走了下来 冷华看住那两名验丹师 道 两位是在这里验吧 正是两人点头说着 挥手让人抬了一张 长方形的桌子过来 继而拿出了验丹的工具 见此 冷华将丹药瓶递了过去 而后便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以防他们动手脚 两人接过丹药后 将盖子打开 倒将丹药倒入浴盘中 在丹药倒出浴盘后 两人便愣住了 正正地看中那浴盘里的三枚丹药 第二千九百三十四张 是何寿 这 这是极品丹药啊 两人惊叹万分地说住 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浴盘中的三枚丹药 一边赞叹地说着 这样的丹药哪里用验 这分明就是六阶极品破元丹 真瓶中的真瓶 两人正准备仔细再看看研究一下时 就见那丹药已经被那站在面前的年轻男子收了起来 装回瓶中 你 你做什么 两人有些没反应过来的问住 冷华看了两人一眼 道 既然已经验证过了 那这丹药自然得装回去 说着 便转身往房间走去 见此 两名验丹师半想没说出话来 只是懊恼不已地看住那已经转身离开的年轻男子早知道 他们就好好仔细地研究一番 可现在 居然连细看都没有那宝贝就这样被拿回去了 众人在那丹药倒入预盘时就一直盯着 自然也看到了那丹药上的六道灵犀 又听到那两名验丹师的话 自时知道 这确实是六阶的极品丹药无疑 六阶已经难得 居然还是极品丹 极品丹药代表着没有一丁点单独的丹药 那样的丹药可绝非一般的炼丹师就能炼制出来的 要知道 大部分的丹药都是或多或少含有单独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有人的服下进阶丹后此生无法再进阶 也有的人在服下一定的丹量后便也不能再吃 否则体内单独超标就会给身体造成隐患 如今这丹药却是极品的 没有单独的丹药 一时间让众人的呼吸都重了起来 到底这丹药是谁炼制的 这四方城中何时有了这样的厉害人物 极品丹药 据他们所知 就算是四大先宗的炼丹师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边江家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说着 姑娘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当然凤九勾唇一笑 衣袖一扶 缩小着的吞云便出现在她的身旁 她伸手示意住 吞云便跃进她的怀里 她抱着怀中的小东西看住下面的江家人 问 你们的七月兽呢 看到她怀中的那只小宠 周围的人都有些傻眼 你就用这只小宠去跟他们斗 有人惊呼住 一副你傻啊 你表情看住她 而江家人看到后也是愣了一下 相较于江世昌的欣喜 江家大长老和中年男子却是目光微宁 视线落在那只小宠身上 他们竟看不出这只小宠是什么品阶的奇约兽 这当真只是小宠儿 若是没有一定的战斗力 这女子又怎么可能拿出三枚鸡品丹药来围堵 一时间 他们有些搞不懂了 对方若是也换出一只神兽来 也许他们还不会这般惊讶与震惊 可偏偏换出的是一只这样的小东西 却莫名的让他们觉得不安 没有人会在明书的情况下还会去赌 会得赌人都是觉得自己可以搏一搏 所以在他们原先前来 对方的七约兽也应该与他们的旗鼓相当才对 可如今 姑娘怀中的这只小兽 不知是什么兽 第二千九百三十五张笔试 这是吞云兽凤九摸住吞云的头说着 看住他们 笑问 你们的七约兽呢 既然要逗 那就快点 我们可没什么时间一直在这里耗着 文言 江家大长老朝江士昌看了一眼 江士昌便大手一挥 唤出他的七约兽 烈焰犬 出来吧 他神色带住几分的得意 声音一落 便见光芒一闪 一只浑身有黑 月末一米多高的巨型兽 便出现在他的身边 当看到那只七约兽时 周围的人错愕地看了一眼 眼底有着恍然 他们就说呢 江家得到的一只五阶神兽 怎么会到了二房江士昌的手里 原来是因为这只五阶神兽 是一只犬啊 瞧瞧这只巨型犬 一身有黑 没有一根毛发 那狗皮更像是垫了垫子一般 泛住光泽 虽然四脚踏住火焰 但那细长的狗头 以及那鼓起的一双狗眼 怎么看都让人喜欢不起来 若是小宠型的犬类 身形小巧模样讨喜 很得一些世家小姐喜欢 但巨型类的犬类一般所见都是凶残模样 就算是级别很高的犬兽类 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也不会去契约 试想 若是家族的家主 他的契约兽却是一只狗 传出去都会被人笑 他们要的契约兽一般都是战斗力强 品阶高 而且也是品种好的 配得上他们身份的 因此 再怎么样 有身份的人也不会挑一只狗来当祁约兽 哪怕 那已经是神兽等级 看住众人那恍然的神色 江士昌得意的神色一将 喝道 你们那什么眼神 我这可是五阶神兽 呵呵 原来是犬兽啊 难怪能让江公子得到宇文贺低效助 戏谑地看住 那有些恼羞成怒的江士昌 目光一转 又落在那对面红衣女子身上 他怀中那只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奇悦兽 我天空之城倒还没遇到这种斗赌的事情 既然这样 就由我这个主人家来为两位做个见证人吧 一名穿着华衣的中年男子副手走了出来 身后跟住一名管事 竟是天空之城的主人 没想到他也出来了 也是 三枚六阶极品破元丹 如何不能惊动他 周围的人在低声议论住 心底无比期待这场比斗 他们甚至在想着 若是江家人赢得了这三枚丹药 一定要回禀家族 尽力争取一枚过来 只有少数的人觉得 这场比斗 输的可能会是江家人 因有天空之城的主人出面 场地很快地被清了出来 双方的赌资也因此放在那天空之城主人的面前 随着那玄铁龙的再次出现 那头五阶神兽被放了进去 在玄铁龙中 脸住嘴嘶吼住 神兽的威压也伴随着他的嘶吼而弥漫开来 凤九轻拍了下吞云的头 去吧 声音一落 在他怀里的吞云纵身一跃 从高处稳稳跃落至一楼 依旧是那小小的迷人缩小身板 他仰着头 迈开腿 摇着尾巴大摇大摆地走进那玄铁龙 鄙视的目光朝那只犬兽瞥了一眼 第二千九百三十六张超神兽 也只是这一只 便让那只熊啾啾气昂昂的烈焰犬 四个脚蹄上的火焰顿时熄灭了下去 原本嘶吼住的声音也因这一瞥而变成了一声汪污 听着那声汪污声传出 周围的众人不由的恶然 那虽说是一只犬兽不错 可也是五界的神兽啊 怎么 怎么这才一会就耸了呢 然而 更让他们错愕的是接下来的一幕 只见那只吞云小兽走上前 来到那巨型犬兽的面前停下 抬起那小短爪就那样往前一拍 看似没什么力道的一拍 居然将那头巨型犬兽整只拍翻了过去 摔出了进出石的地方 狠狠地撞到了玄铁笼上 不待他们缓过神来 就见那只小小的吞云兽 扑上前便对着五界神兽一阵猛揍 虽然只是小爪子小短腿 但那揍出的喷喷声 居然让他们听到都不由打了个冷战 这只吞云兽到底是什么等级 居然 居然力压五界神兽 听着那惨叫声不断地传出 那只五界神兽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 被揍得嗷嗷之叫的模样 周围的人不由地转了转僵硬的脖子 朝那江家三人看去 江家的三人此时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已经完全不知怎么形容了 那可是五界的神兽 就算是犬类也是神兽啊 可居然 居然被一只小宠打成那样 看出那只犬兽 被打得一整个狗头都肿得面目全非 那身上又被抓出一道道深刻见骨的血痕 将市场终于忍无可忍地冲上前去 别打了 别打了 快助手 助手 他的契约兽啊 再怎样也是他好不容易才得来的 再打下去可就废了 吞云一个翻身又朝他的踹了一脚 只见那头神兽嗷叫一声 一口血水从口中喷出 挤牙尖锐的利齿也掉了下来 汪污 那只犬兽缩成一团抱着头惊慌的惨叫住 身体直颤抖住 那被打肿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 他甚至连看都不敢去看吞云兽一眼 主人 这样可以了吗 吞云回身 仰着头看住上面的主人问住 一听这么一只小宠开口说人话 众人的脸色又是一变 尤其是江家的人 更是浑身一震 怒目看向凤九 你 你这不是普通小宠 凤九挑了挑眉 普通小宠能换出来跟你的神兽斗吗 这话一出 那江家的三人顿时憋红了脸 他们本来就想着拿一只五阶神兽来赢对方的三枚丹药 这样确实是不太厚道了 可是 他们有五阶神兽啊 就算赢了也是应该 但现在 这情况一反转过来 他们这心情起落 却是有些接受不了了 那些可都是真金白银的东西 十株千年灵药 还有那么多的金石 还有两件圣器 想想这些东西都让他们给输了 他们怎么回去交代 那天空之城的主人目光微闪的 看住那眼前的一幕 探究的目光落在那只开口说话的吞云小兽上 顿了一下 他看向凤九 笑道 姑娘这只吞云小兽 已经是超神兽等级了吧 第二千九百三十七张讯息 听到这话 众人都震惊地 看向那一席红衣的女子超神兽 就这么一只小兽 凤九笑了笑 并没有去应他的话 而是转身走进里面 来到轩辕莫泽的身边 我们是现在走 还是在看一会斗兽 现在走吧 轩辕莫泽说着 站了起来 牵着他的手往下走去 罗宇则跟在他们的身后 来到一楼 而在这时 冷华已经将所赢的东西都收到了 待他们下来后 他便走上前 主子 赢的东西都收回来了 这是三枚破元丹 他将那瓶丹药递给他 其他东西则用另外一个空间 戒指装着 嗯 凤九将东西接过 朝那天空之城的主人 微点了下头 告辞声音一落 目光一转 看向那长红着脸一脸 恼怒模样的江家三人 他笑了笑 你们的礼我便收 下了也算是江公子的赔罪吧 声音一落 他轻笑住 晚着轩辕莫泽便要离开 然而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姑娘且慢 一间房间的老者 从上面跃了下来 他看住凤九 道 姑娘 不知可否卖一枚六阶破元丹 给老夫 姑娘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老夫定当尽力弄来 凤九笑了笑 并为多言地挽住 轩辕莫泽的手 离开那老者 还想上前再说 就被冷华和罗宇两人 挡住了脚步 吞云仰着头 慢悠悠地 在那江家三人的面前走过 这才跟在凤九的身后离去 直到他们一行人离开 众人这才缓过神来 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 居然就这样轻飘飘地 赢了那么多无价的宝贝走了 江家的三人握紧了拳头 在凤九他们离开后 便也咬着牙 跟住离去一头超神兽 还赢了他们那么多的珍宝 这红衣女子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一定要弄清楚 随着他们的离去 其他人也陆续离开了 三枚六阶破元丹 这可是足以在这四方城 掀起震荡的丹药 原本以为会被江家所得 却没想到 江家几人会栽在那红衣女子手里 看住客人们都离开了 天空之城的主人低笑着 倒是有趣 一名女子竟有着让人看不透的修为 还有一头超神兽 以及身怀三枚六阶破元丹 真是不简单啊 旁边的管事听了上前一步 恭敬地道 主子 属下已经派人去调查 相信不用多久就会有消息了 愣他应了一声 副手转身离去 交代着 一有消息就过来禀报说着 便也离去 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处 那白仙仙轻咬住唇看住 直到众人离开后 他才退到后面去 没想到那名女子 竟那么的厉害 三枚六阶破元丹 一头超神兽 当真是不简单啊 还有他挽着的那名黑袍男子 竟是比他见过的 以往男子都要出色 真不知这两人究竟是什么人 虽然四方城很大 但 出现三枚六阶破元丹的消息 还是如被风吹散的羽毛一样 飘荡散洒城中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千九百三十八张 自是厉害 一时间 众多的势力都在打听着 那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而此时的轩缘莫泽和凤九 却是舒服地在府中闲聊着 主子 你们今天出去 就得了这么多金石 还有两件圣器和石珠千年灵药 那些人使得这些东西吗 杜凡看住 那被从空间戒指中拿出来 摆放了一桌子的宝贝 不由地折舍 这才出去转了一圈 就得了这么多无价之宝 且不说那些金石了 就这石珠千年灵药 两件圣器就已经极难得到 却不想 主子只是稍微用计 便得了这么多的宝贝 一旁的冷华听到这话 便道 我已经让古墨出去探消息了 不过 估计这各方势力 都会打听我们的消息 凤九一边听着他们在说话 一边拿着那两件圣器把玩住 其中一件是碧玉笛子 通体碧玉通透 水头十分清润 还垂掉着一束流苏 啥是好看 他看了看后 便将这笛子递给冷华 这件给你留着防身 听到这话 冷华微睁了一下 因为他原本也有一件法器是笛子 只不过很少用 如今剑主子又给他这笛子 便双手接过 谢主子 这笛子确实也只有适合冷华用 他的气质适合笛子 一旁的杜帆摇住扇子笑着说着 又看着另一件法器 笑问 主子 那这件呢 凤九轻笑着 看了他一眼 拿起那件圣器便说着 这是一把软件 却也是可以变成长边的武器 你们这些人当中 也就冷霜和清澄适合用 他的声音微顿 目光在两人的身上掠过 笑道 不过 冷霜手上的兵器也是件宝贝 要不要这个倒也无所谓 倒是清澄 手里没件像样的武器 这件就给清澄吧 听到这话 威征的白青城 应了一声 走上前接过那把长剑 看住那件圣器 心中难掩欢喜地露出笑容 多谢主子 他没料到主子会将这件圣器给他 拿到这圣器 他很兴奋 这些天打起精神来 多注意住城里的动静 接下来几天 我可能要闭关炼丹了 莫泽也要去闭关修炼 所以这府里的事情 就由你们来照看住 凤九交代着 是 请主子放心 我们会照顾好府里的 他们沉声应嘱 凤九 微点了下头 看住冷霜道 浩儿 你要多照看住 主子放心抱住孩子的冷霜 说了一声 他知道他的任务 就是带好孩子 以防发生不测 一旁的轩辕莫泽 看住他在那里交代事情 待他将事情都处理好后 便让众人都散了 院中随着他们的离去 便只剩下他们两人 他伸手将他搂进了怀里 圈在怀中 下巴抵在他的肩窝处 阿九 你这样 我如何放心去闭关修炼 文言 凤九闽春一笑 担心什么 担心那些人会对我不利 你应该知道我应付得来的 是啊 你应付得来的 我的阿九自是厉害 他低笑住 低沉雌性的笑声传入他的耳中 第二千九百三十九张惩罚 凤九靠在他的怀里 伸手搂住他的腰 抱 你放心吧 我处事有分寸的 你尽管放心的闭关修炼 眼下的事都是我可以处理的 但是 天神级别之上的强者 在这地方也是有不少的 我们得尽快有所突破 长有一定的实力为抵御 我顾忌住 我短时间是进阶不了了 所以我会助手练制一些丹药 进阶的事情就得交给你了 等到日后 若是真有我处理不了的事情 也还有你啊 他低笑住 微抬头看住他 双手改为还住他的脖子 仰头便咬上了他的下巴 打趣地笑道 要不然 我这么美 又这么厉害 哪一天被什么更厉害的人看上了 可怎么办 下巴突然被咬了一下 又听到他的笑语 轩辕莫泽便道 不会的 若有人敢打你的主意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声音一落 便俯身吻上了他的珠唇 当天夜里 不少视力便都收到了讯息 在江家中 江家家主盯着厅中站住的三人 陈声道 所以 那赢了你们十株千年灵药 两间圣器 以及三十万金石的人 只是这两天 才来到四方城的 三人站在下方 连头也不敢抬起地映住 是 是 按打听回来的消息 他们一进城 便住进了我们所在的这片宅区 而且那宅子 还是那地势最好的那一处 其他来历呢 江家主陈声问 只知道是邵家的人为他们置办的宅子 其他的并没有打听到 说到这 他们的头又垂低了几分 文言 江家家主瞇了瞇眼 区区一名女子手中竟有超神兽 而且还我有三枚六接破元丹 呵呵 这消息只要传开了 不用我们上门就有不少人会盯上他 我倒要看看 面对那些人的抢夺 他如何自处 他看向厅中站住的三人 陈声道 三十万的金石 十株千年灵药 以及两件盛器 放在任何一个家族 都绝非一笔小财 你们居然连人家的底细 也没打听清楚 就敢拿着这些东西 跟人豪赌 真是一个个都没脑子 家主息怒 我们 我们知道错了 见家主陈声怒喝 他们连忙跪了下来 哼 错了那些东西就能回来吗 他冷哼一声 盯着他们 道自己去刑罚堂领罚吧 家主 三人惊呼一声 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向他 家主开恩啊 那刑罚堂进去了再出来 估计半条命都得没了 这 这 若不让你们记住这次的教训 下回还不知会弄出什么事情来 江家主陈声说着 盯着他们 这次的惩罚 便是让你们记着 凡是三思而后行 你们要知道 我们是四方城中八大家族之一 稍有风吹草动 其他的几家都会盯住 下面的家族也会想要取而代之 你们在外面做的事 不仅仅是代表你们 更是代表我们整个江家 听着这话 三人嘴唇颤抖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千九百四十张来历 下去吧 他衣袖一服 是以三人退下 是三人垂眸映住 这才起身退了下去 只是那脸色却是苍白一片 比起江世昌 大长老和江三爷的脸色更是难看 他们在江家的地位不凡 如今家主却让他们也进刑罚堂 相信不用一会 整个江家都会知道 他们堂堂大长老以及江三爷 被罚进入刑罚堂一室 这样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是耻辱 待三人离开后 一名老者从暗处走了出来 他看住江家主轻叹一声 问家主 罚大长老和三爷进刑堂 会不会 过了 江家主回头看了他一眼 说 你觉得过了 他付出手站了起来 目光深深地看住外面 道 有多少人都盯着江家 又有多少人想着推到我们江家 比起其他的几个家族 我们江家上没有家族强者可靠 只有靠我们自己维持着 若是不是是小心 江家如何在这四方城中屹立不倒 他轻叹一声 大长老和老三两人心气太傲了 这些年也没吃过什么亏 如今 急着这事让他们警醒一下也好 他声音一顿 回头对老者道 你等会拿两瓶药过去给他们 让他们好好养伤 是 老者恭敬地应了一声 又问 家主 那那些人 那些人我们暂时不能去动 他沉声说着 看住外面 道 不知道底细的人 若是默然去动他们 谁知会出什么事情 大长老他们的例子就摆在眼前 凡事都得三思而行 如今消息已经在四方城中传开 我们只要静观其变即可 家主英明老者笑着说着 这才道 那我先退下了说着 行了一礼后 这才退下 宇文家中 是那新搬来的那一家 宇文家主威恰 才听说那处宅子有人入住了 没想到进来了这样的人物 他们是什么来历 可打听到了 宇文贺顿了一下 这才说 外面打听不到他们的来历 但是 我刚收到二弟的信 说他们前些天 四大先宗竞斗被打断了 那灯仙梯上下来了两人 只是说的却是两名男子 但听他的描述 我又觉得 与今天所见的那两人 很是相似 哦 四大先宗一年一次的竞斗被打断了 而且还是从灯仙梯上下来的人打断的 灯仙梯 宇文家主臣私柱 不由微吸了口气 这灯仙梯连接的是其他的修仙大陆 而且只有实力级别达到了先帝级别 才有资格上这灯仙梯 这么说 这两人的实力 已经达到先帝级别了 他唯可欣赏 毕竟 就算是在他们这边 先帝级别强者 也是个极强的强者 他们深知道 那先门灯仙梯 所通往的地方 虽被称为下界 但也有不少实力天赋惊人的强者 宇文和神色古怪的陈思柱 想说话 彭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一般 见他这模样 坐在主位的宇文家主 便问住 怎么了 第二千九百四十一章送礼 二帝说 他们先宗的四缺尊者 和沐心尊者两人多了两位师尊 他神色古怪的说住 声音一顿 又道 而且 就是那两人 你是说 那从灯仙梯上下来的两人 成了四缺尊者 和沐心尊者的师尊 宇文家主因震惊而站了起来 他的声音微提 那两位可是天神巅峰等级的强者 怎么会 宇文和神色复杂的道 据说当时他们两人 从灯仙梯下来时 不少尊者 争主要他们两人当徒弟 而四缺尊者和沐心尊者 也不例外 只不过 双方比斗时 四缺尊者和沐心尊者输了 所以拜了他们两人为师 四 宇文家主倒抽了一口气 输 输了 他们两位可是在先宗的尊者当中 实力算最强的 居然输给了两个 从灯仙梯上下来的人 还因此拜了他们为师 这 这消息当真吗 二帝送回来的消息 应该是错不了宇文和说着 道 二帝在信中还提到 这两位当中 红衣的那位叫凤九 黑袍的是轩缘莫泽 而凤九还是一名单尊 说是若有遇见 让我们一定要设法结交 文言 宇文家主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两个可以打败天神巅峰的强者 有一头超神兽 更是先宗两位天神巅峰强者的师尊 而且其中一位还是极为稀少的单尊 这无论是哪个名头摆出来 都绝对可以震的四方程举成震党 只是 这样的人 就算是想结交 只怕也交不了吧 这消息估计不用多久 先宗弟子都会传送消息回各自家族 到那时 各大家族都会知道这消息 他负着手缓步在厅中 来回走住 想了想 杨生对外面唤了一声 去 唤几位长老和各房主师们过来 我有事相伤 是外面的管家英柱 就才迅速离去 父亲打算如何 宇文赫询问着 还能如何 当然是设法结交 这样的人 就算是结交不上 也不能恶交 回头还得交代下去 家族的人可千万别犯到他们头上去 宇文赫沉默着没有再说话 而是在一旁坐了下来 他想到了那名绝美的红衣女子 原来 她的名字叫凤九 四日 轩辕莫泽进了后山洞府闭关修炼 凤九则助手开始炼制丹药 府中的事情便都交给冷华他们处理 然而 一大早便陆续有人登门来拜访 看中那些堆满大厅的礼品 杜凡摇住扇子笑了笑 这么多的礼 主子出来见了不知会怎么样 罗宇则拿起一键看了看 道 这些人也真是奇怪 都跟他们说了不见客 不收礼 居然把这些名贵的东西摆放在门前便离开了 真是有钱人啊 冷华则看中那些东西 道 这些东西还是先拿去库房里放着吧 等主子出来了再做安排 于是 几人便将这厅中的礼品搬去库房存放住 这才走出来轻忽了口气 就又听到敲门声从大门处传来 第二千九百四十二章闭门谢客 估计又有人来了杜凡笑了笑 看向那外面 我去看看吧 冷华说着 便往前面走去 当来到前面大门 透过门上的小孔看到外面的那人是宇文赫时 冷华为顿了一下 这宇文赫是四方城中宇文家的少主 昨天在那天空之城时 表现出来对他们主子的态度 也让严主很是不喜 倒没想到 今天也上门来了 这城中的人 一个个的还真不是省灯的忧 居然这么快便摸清了他们的底 也是 他们主子到了这边后 这般高调 又收了两名先宗的尊者为徒 就是想人低调也低调不起来 更何况 有的时候 人若太低调了 只会被人无视地打压的 他们主子和严主 有那个高调的实力 自然无需一味地低调处事 打开门 他看中那宇文赫温声问住 宇文公子上门有事 宇文赫见又是这气质温和的男子 便道 奉家父之命 前来拜访贵府主人 不知 可否一见 实在抱歉 我家主子有令 闭门谢客冷华温声说着 站在微开的门边看住他 文言 宇文赫似乎并不意外一般 道 既然如此 这点玻璃还请戴维转交 他示意住 让跟在身后的一名随士 将礼送上 见此 冷华笑了笑 我定会禀报主子 同时将那些东西接了过来 告辞 宇文赫拱手一礼后 道也没有多留 便转身离去 冷华关上门后 提着东西往里面走去 先将东西放到库房后 这才去前面找他们几人 而这时 却见杜凡和罗宇拍了拍衣袖 从后院走来 看到他们两人时 冷华便问 又有人床府 又来了两个不怕死的 这已经是从昨晚到现在的第五批了 杜凡说着 晃着扇子道 这些人明知进不来还想闯 你说 不是邪命太长 是做什么 府中层层防备 又有你和主子联手不下阵法和结界 一般人又怎么可能闯得进来 不过 顶多也就这几天有人来闯 过些天 应该就不会了冷华笑着说着 看向他们 严主提议弄两头凶兽来守着府门 说真的 要是真有两头凶兽在守大门 估计大门十米之内 都没人敢走近半步 可惜啊 这四方城 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厉害的凶兽 要不然弄两头回来倒也不错 罗宇说着 搭上了身旁杜凡的肩膀 走走 我们去喝两杯 冷华 你要一起吗 冷华摇了摇头 我就不了 我还要去厨房 还我姐那里看一下 你们去吧 也好两人硬住 便先行离去 冷华随后去了厨房转了一圈 又来到他姐的院子 见他正在娇着小主子走路 便唤了一声 姐 冷双抬眸看去 美眸泛着柔和的光芒 前面的事情忙完了 冷华笑了笑 走到一旁坐下 忙完了 今天来了很多送礼的 我都登记了一下 将那些东西都收进库房了 第二千九百四十三章上门相求 主子和严主一个闭关修炼 一个在炼制丹药 府里的事情你要多看住点 尤其是这阵子那些前来送礼的 以及外面的各路消息 都得让人暗中打听 掌握在手 才不负主子对你寄予厚望 他声音缓和地叮嘱住 看住弟弟这几年的成长 他也很是欢喜 姐 你放心吧 我知道的冷华温生笑住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能有今时今日 都是因为他们跟了一位好主子 为了可以一直跟在主子的身边 他事事都比别人努力 细心 主子需要做的事情 他会提前地安排好 府中的琐事 他也会处理完善 让主子没有后顾之忧 他知道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姐弟两人 才能在那么多人当中 被主子挑中带过来 姐 我打听到除了四大先宗之外 还有两四大宗派的实力也很强 主子打算让清城寻一处好去处 败事修炼的 这几天我会将资料整顿下来 到时交给主子 我估计住 清城可以到时 去四大宗派的可能性较大 嗯 那这些天你就好好调查清楚 等主子炼丹出来后 将资料给他 再让他做定夺吧 冷霜缓声说着 又道 你去忙吧 我这里等哄了小主子睡着 我也要去修炼了 好冷华听着 这才起身离开 傍晚时分 府里炼丹院的地方 随着一股浓郁的药香弥漫而开始 府里的下人不由地深吸了一口气 惊讶地看住内院 眼中有着掩不住的好奇 他们被主子买回来后 只有少数的几人 可以进入内院走动 但是也是规规矩矩 不敢有一次的乐矩 他们只知道府里很大 府里的人无论是男女 都异常的出色和神秘 尤其是两位主子 如今在外院打扫的下人们 闻到了从内院弥漫出来的药香味时 他们不禁好奇住 这里面又在做什么了呢 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药香味弥漫出来 杜凡等人闻着药香 便知主子估计又是出单了 不由地相视一笑 继续喝着酒 聊着天 而在府外 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老者 来到府门前 正准备敲门时 便闻到里面弥漫出来的 若隐若现的药香味 两人停下脚步 眼中有着上意 这是丹香 这么浓郁的丹香 这是 莫非是在炼制丹药 两人难掩震惊的 相视一眼 微顿了一下 这才上前去敲门 依旧是冷华走了出来 他透过门上小孔 看了外面两人一眼后 便打开门 看住站在门外的两人 笑道 两位有事 果然是里面传出来的丹香 两人深吸了一口气 闻着那丹香 都觉得神情气爽 不知是何丹 一时间 两人站在门前 探着头看住里面 有些分心 两位有事 冷华温和地再问了一声 听着这声音 两人才缓过神来 中年男子笑道 冷公子是吧 在下秋成海 这位是我的老友江老 我们是特意来拜访贵妇主人的 第二千九百四十四张三道天雷 抱歉 我家主子有吩咐 不见客 冷华说着 朝他们露出一个歉意的微笑 冷公子 实不相瞒 我是来求丹的 江老看住他 直接说明了来意 我的寿缘无多了 眼见寿缘将近 却苦无办法 六阶破缘丹 可以住过度过眼前一劫 所以请代为转告贵妇主人 无论贵妇主人 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接受 只希望可以给我一枚 六阶破缘丹 闻言 冷华看了他一眼 道 好 我会转告我家主子的 听到他应了下来 两人没有松一口气 反而是一颗心 提着应得太过轻易了 庞扶幅并没有放在心上 江老深吸了口气 问 冷公子 不知可否告知 我能得到破缘丹的机会有多大 因为知道这名年轻男子 非一般的随从 因此 从一开始 他的态度变放得很低 而此时 两人甚至不知道 站在他们面前的冷华 实力 一点也不逊色于他们 听着这话 冷华深深地看了老者一眼 温声道 这个 不好说 两人相识一眼 老者又问 那我们能见到贵妇主人的机会 又有多大 冷华笑了笑 只是说 我家主子不见客 老者不惊急了 想求丹药 又不知能否求到 想亲自求剑 却又无法得剑 这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吗 两位 请了冷华说着 微点了下头 便往后退了一步 将门关上 看住关上的大门 江老一脸的愁容 这可如何是好 秋成海文珠那空气中的 淡淡药香 道 他不见客也是正常 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只是 还能想到什么办法 江老轻叹一声 很是无奈 这府里的人都不简单啊 秋成海付出手说着 道 你看 这府里是不下结界的 就是闯 估计也闯不进去 两人在府门外站了一会 这才转身离去 而在府中 凤九一进练单房 也是几天都没有走出一步 在这几天 几乎整个四方城的家族 和城中各方势力 都来过送礼了 就连那江家也派了人过来 到最后 由于上门的人太多 冷华只好在门外挂上 闭门谢客的牌子 这才清静了下来 这天清晨 天色还没完全亮起 一道天雷 便在四方城中打响 轰隆的一声巨响 在天空中响起时 有人在熟睡中 还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 嘴里呢喃住 打雷了 这是要下雨了 然 当第二道天雷落下之际 熟睡着的人 却猛地翻身 跃坐了起来 整个人一个机灵 披上外衣 便往外而去 跃上屋顶 查看了一番 与此同时 四方城中 各大世家的人 也都被那天雷惊醒 纷纷跃上自家的屋顶远跳住 查看是发生什么事了 直到 又一声天雷击落时 众人看中那天雷击落的方向 不由错愕地瞪大了眼睛 是 是他们 第二千九百四十五张火抓 那天雷落下的地方 正是这阵子 他们一直想去拜访 却不得入门的那个府邸 看到这情况 究竟的一些家族的人 都往那府邸所在的地方掠去 同时 冷华等人也因天雷的落下 而警惕起来 他们以及七约兽们 分手于府中的各个地方 直到听着三道丹雷的声音落下后 他们便知道 主子这一炉丹药失炼成了 炼丹苑中 凤九打开了丹炉的盖子 看住里面的丹药露出了笑意 加入了千年雪灵芝的九转金丹 要效得提升数倍 这次宁丹竟有这么多颗 倒是一个惊喜 越是珍贵的丹药 它都是用最古老的办法来保存着的 当下便将那九转金丹 封丹宁稀保存起来 打算到时拿一枚给四缺 毕竟若不是他的那一株千年雪灵芝 也炼不出这越发精纯的九转金丹来 然而 就在他将丹药收起 转而走出丹房时 便见二十几道身影 从剑亮的天空中掠来 竟是凝聚着灵力气息 试图打破他部下的结界 看到这一幕 他挑了挑眉 这是想做什么 抢他的丹药吗 守在其他地方的众人迅速赶了过来 见他们都过来了 凤九便朝他们看了一眼 道 这些人就给你们练练手吧 声音一落 他衣袖一服 一道灵力气息往上而去 将那结界打开了一道口子 而那些黑衣人一见 仰头哈哈大笑 凤九 你这是在自寻死路 那人大笑着 连同身边的两人一同合力 将这结界破开 只听轰隆的一声巨响传出 一股灵力气息也随着节节的破开而荡开 看出这一幕的凤九眸光微眯 天神等级的修士 为首三人 竟是天神等级的修士 哪来的三位天神级修士 其他人杀了 活抓凤九 低沉阴冷的声音传出 便听见那二十多名黑衣人沉声映住 是 那就得看你们的本事了 凤九冷哼一声 衣袖一浮 灵力气流袭出 击落在数名黑衣人身上 那数名涌上前的黑衣人 猛地摔了出去 强大的暗径 也让他们体内血气一涌 喷出一口鲜血来 然 未等他们站起 他们便身体抽搐住 嘴角溢出乌黑的毒血 两眼一番断了气 嘶 你用毒 为首三人倒抽一口气 数名黑衣人就这样被他所杀 让他们心惊的同时 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念头 这个凤九 一定要活抓回去 凤九唇角一勾 用毒又如何 在我这里 躲不过就只有死路一条 清冷的声音一落 他轻眸一眯 目光落在其中一名天神强者身上 下一刻 身影一闪掠了出去 而冷华等人 则连同吞云和老白他们 对付着其他的黑衣人 灰狼也加入其中 至于冷霜和影衣 则是在后院中保护着小浩儿 并没有到这边来 那些阴丹雷 而赶来的各大家族的人 看住这一幕 眼中思绪翻涌 只有邵家的人 在看到黑衣人 围攻凤九等人后 便马上前去帮忙 第二千九百四十六章相助 看到邵家的人都进去帮忙 其他家族的人 却是没动为首 是三名天神强者 而且那些黑衣人的实力也不弱 他们若是默然上前 死伤定会无数 然 因一直关注着这里的江老 和邱成海两人赶过来后 看到有不少黑衣人 围攻着那府邸时 江老眼睛一亮 当下便要上前去 你做什么 邱成海连忙拉住他 压低声音道 没看到那些人的实力之强吗 那些人的实力都在我们之上 你过去那不是帮忙 是找死 江老眼中浮现着一抹的光芒 道 我这不是找死 我要为我自己找一线生机 雨落 他推开他脚尖一点冲了上去 也跟住跃进那府邸 这老江头 邱成海无奈的一探 相交多年的老友 自然不能看住他就这样进去送死 当下 他也顾不得再多想 连忙跟了进去 等等我 看住又进去了两人 其他人不由为恶 那两人是邪命太长不成 那样的强者交手 居然也敢去掺这趟浑水 雨文赫看住这一幕 目光微动 压低声音对他父亲道 父亲 若要与之结交 这是个机会 听着这话 雨文家主眉头一拧 为父何尝不知 这是个机会 但是 这代价你可知道非浅 三名天神强者 外加那些黑衣人 这样的实力 只有他们家族的主要人物 才有实力与之相抗 而且 还不一定在这战斗中能活下来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可也正因为这当中的风险 才让他们不敢去冒这个险 至于邵家 邵家的主家老祖 是先宗的四缺尊者 四缺尊者又是奉九他们徒弟 因此才无法袖手旁观地去帮忙 可他们其他人却不一样 就算知道这是个可以结交的机会 也没人愿意冒着 失去家族主粮柱的风险 去帮他们 听着父亲的话 雨文赫心下轻叹一声 远远地看住 听着那战斗的声音 传来他们只能听见 那里面刀剑相碰的声音 以及那传出的惨叫声 却因釜底墙面高筑的原因 无法看清里面发生的一切 釜底中 凤九瞥了那冲进来的两人一眼 见是在天空之城中 见过的那两人 不由挑了下眉 见他们两人联手对敌 便也专心对付其中一名天神修士 当看到另一名天神修士手中利剑 就在刺入古墨背后时 他魔光中寒光一闪 手中清风剑 瞬间倚注掩尔不及之时袭出 修 撕啊 凌厉的剑刚之气划过 那名以为会杀了古墨的天神修士 闪避不及 持剑的手生生被凤九吸出的剑气 砍了下来 一时间 断臂连同那把剑掉落地下滚了两圈 腥红鲜血也洒满一地 凤九 那人咬牙切齿地怒吼柱 一边迅速封住穴道止住 一边后退着 那阴冷的目光如同毒蛇般盯住凤九 一副恨不得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的模样 不用喊那么大声 我不是笼子 太冷哼一声 长剑一收 斜指地面 第二千九百四十七张逃了 身影一闪 抬手的同时 剑锋直指那名被他砍断手的天神修士 凌厉杀鸡顿时从他身上释放而出 极快的速度加上他诡异的身法 不过一个呼吸间 便到了那名天神修士的背后 手中长剑划过他的喉咙 鲜血溅出之时 他的身体一僵 你 杀你 轻而易举 凤九声音一落手中 长剑一抽 长剑顿时从那脖子抹过 将那口子生生划开 取了他的性命 砰 死 你居然杀了他 另外两名天神强者见此 脸色一白 没想到天神级别的强者到了他手里居然也这么轻易被杀 要知道 哪怕是在四方城中 天神强者也已经是顶尖的存在了 可居然 居然就这样被杀了 是 凤九痴笑一声 挥舞着手中的长剑 剑气往外一扬 击中一名黑衣人 只听闷哼一声 那黑衣人便也倒了下去 对我下手的人 莫不是我还得留你们一命不成 他勾唇轻笑住 轻谋叮住他们 道 来了 就别想走了 莫名的 听着这话两人心头一惊 如果是先前他说这话 他们一定会仰头大笑 笑他的不自量力 笑他的狂妄自大 可如今 看到他几个呼吸间 便取了一名天神级修士的性命 这样的实力 却已经强大到让他们忌惮了 同是天神级别 他们接到命令时就想着 他身边的人不成气候 谈指间便可取他们的性命 而这凤九和轩辕莫泽 就算是天神强者 但是他们有三人 只要他们三人联手 必定可以拿下他们 可谁知 今夜突袭 未见轩辕莫泽 单单一个凤九 就已经让他们死伤惨重 相反的 那些原本他们并没放在眼里的人 却是一个也没能将他们杀死 眼见着情况越发地不利他们 两名天神修士 打了个眼色准备撤退 可在此时 却见一袭黑袍住身 面色冰冷的轩辕莫泽出现在半空中 生生挡去了他们的退路 看到轩辕莫泽出来 凤九朝他看了一眼 道 我们一人一个 声音一落 他身影略出 朝其中一名天神修士席去 而与此同时 轩辕莫泽手中凝聚一股气流 黑色身影一闪 以助鬼魅般的速度掠出 铺天杀意弥漫而开 强大杀鸡以及骇人的威压 在那一瞬间覆盖而下 让他们心头一震 眼中浮现住骇然与恐惧 也就在两人击落的那一瞬间 两名天神强者终于掐碎了他们的保命法宝 瞬间化成一道光芒 消失在空气之中 连余下的那些黑衣人的命 都顾不上的自己逃命去了 看到公鸡打了个空 凤九微睁了一下 竟让他们逃了 轩辕莫泽挥手间 化去那股气流 来到他的身边 道 到了那样级别的修饰 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保命的宝贝 逃了也不奇怪 说着 他看了看他 问 怎么样 没伤着吧 目光在他身上打凉住 见他脸上东黑一块 西黑一块的 便伸手为他是去 第二千九百四十八张祖师 没伤住 我是炼丹刚出来 穿住便服 又几天没换息了 身上才有些脏乱 他笑了笑 倒也不在意自己这模样 而是转眸看向其他人 你歇会吧 轩辕莫泽说着 让他站在一旁歇息一下 自己则闪身上前 帮忙解决剩下的那些黑衣人 以他天神等级的实力出手 没意会 那些黑衣人便都死在他的手里 当他看到那几名陌生的人时 目光微动了一下 邵继涛见过祖师邵家主 见他目光看来 连忙带着身后的四人行李长 哪怕此时 他们身上都带着伤 在宣家莫泽的面前 也不敢有一丝的怠慢 这位可是他们老祖宗的师尊 就是他们老祖宗 在这里也得恭恭敬敬的 他们自是不敢有一丝的不敬 原本不知两人的来历 还以公子相称 如今得知他们的身份 自然不敢再换公子 而是改为换祖师 听着这称呼 轩原莫泽目光微动 沉声问 你们是四雀的族人 回祖师的话 我们是庞系的 以往也不曾见过老祖宗一面 不过老祖宗交代下来 让我们在城中 多照顾两位祖师邵家主 恭敬地说住 闻言 轩原莫泽微点了下头 道 你们有心了 先将伤口处理一下吧 邵家几人听到这话 心头一喜 连忙应试 而后退至一旁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轩原莫泽的目光 落在那江老和秋成海的身上 邵家的人来帮忙 那是因为有关系在里面 这两人与他们 却是素不相识 居然也掺和进来了 江老动了动嘴 正想着该怎么说时 就见凤九走了过来 都有伤在身 先休息下伤口吧 凤九看住两人说着 又瞥了眼地下的尸体 便朝冷华几人看去 见他们几人虽没重伤 但多多少少都受了轻伤 便道 冷华 将尸体处理一下 检查看看有没什么线索 是冷华应了一声 跟罗宇等人将尸体检查了一番 将其身上的东西都搜刮一空 再将尸体处理前进 随着天色的渐量 晨起的第一缕阳光 也随着洒落在府底之中 透过府中的树荫写洒落地 外面那些远远看住的 各个家族的修士们 见动静已经平静下来了 不由得有点想进去一关的冲动 到底是谁杀了谁 那凤九和轩原莫泽两人 还活着吗 那冲进去的人 又是否还活着 一时间 一个个心头冒着疑问 却又不敢上前去探查 只是各个家族的家主们 先回去 留下一二人打听这消息 宇文赫听不见那里面的动静 但是却觉得 那凤九和轩原莫泽 一定是平安无事的 那些人应该奈何不了他们 只是 也正因为他父亲不敢冒这个险 他们宇文家 也错过了与之相交的机会 想到这里 他不由得心下轻叹 这样的机会 日后可是没有了 先前他不该错过机会的 在凤九府里 大厅中 此时的气氛有些玄妙 第二千九百四十九张机会 已经沐浴过后 换了一席前进红衣的凤九和轩老 和秋成海两人 邵家的四人因主位上两人的身份 此时哪怕是坐在厅中 也不敢有一丝的松懈 而是有些紧张地绷紧了身体 坐直着腰杆 而江老也因紧张而不时地 抬住衣袖 试着额头渗出的汗水 比起邵家的人紧张 他的紧张是带着担心的 因为这关系到 他是否能活下去 秋成海可以说是 几人当中神色最淡然的一个了 他坐在那里 如同闲不住的一般 十二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又把玩着手中的茶杯 又打量着那坐在对面的邵家几人 先前他可是听见他们 换着主座的两人为祖师的祖师 这两人与邵家 他垂低下眸子轻转手中的茶杯 静静地坐着 听着 凤九抿了一口茶水后 看了江老一眼 一开口便道 你想要破元丹 听到这话 江老愣了一下 秋成海也本能地抬头看去 坐在对面的邵家几人 也错愕地看向江老破元丹 原来这老头上前帮忙 是别有用心的 不 不是 江老连忙道 我是想要破元丹没错 但我并没想出此机会求丹 而是因为我连姑娘一面也见不到 所以才想着急着这机会 再见一见姑娘 好有机会可向姑娘求取丹样 他说着 又说 我这是旧伤在身 实力倒退 如今又逢寿源将近 新知若是无法避过这一劫 一年之后 我也是必死无疑 所以才想着上前帮忙的 听着这话 凤九笑了笑 这应该是实话 实不敢欺瞒姑娘江老连忙住说着 这想要破元丹的可不止一人 你说 我为什么要将破元丹给你呢 难道就只因为你今天的出手相助 凤九询问着 一双眼睛盯着他看住 不敢 江老站了起来 郑重地道 我只为见姑娘一面 好让姑娘知道 我是真心前来求取丹药的 而且 只要姑娘开出条件 我一定尽力办到 文言 凤九往后一靠 看住他唤了一声 冷华 冷华走上前 从衣袖中取出一张单子递给江老 然后退到一旁 这上面的东西在一年之内找齐了 你便可以拿住过来 换一枚六阶破元丹 凤九不紧不慢地说住 垂眸喝着茶 听到这话 江老一喜 连忙低头一看 这一看 却不由得苦笑 这上面的东西可不是寻常东西啊 只怕也不好找 旁边的秋成海凑上前看了一眼 然后便对江老道 这总算是一线生机 放心吧 我会帮忙找的 两位就先请吧 我这里还有事情要处理 凤九缓声说着 也没再去看他们这两人借此机会相助 其中不能说没有存在算计之心 不过既然他们感冒这个险 要他白送丹药那是不可能的 便给他们一个可以换取丹药的机会 第二千九百五十张道谢 冷华送了两人出去后 便道 主子 他们已经走了 愣凤九应了一声 看向邵家几人 道 邵家主 在邵家主连忙站了起来 恭敬地应住 你们相助的是 我会找个机会 跟四雀说的凤九缓声说着 听着这话 邵家主脸上露出了笑容 连忙道 老祖总有交代 我们不敢有失 更何况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祖师不必放在心上 你们也受了伤 早些回去吧 将身体调养好 日后若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情 可以过府来禀明 多谢祖师邵家主 欣喜地道谢助 多谢祖师其他几人也连忙站了起来道谢助 冷华 送他们出去吧 凤九示意 是冷华应了一声 对几人做出了琴的手势 待他们离开后 凤九便问着 浩儿他们怎么样 主子放心 小主子有冷霜和影仪他们护着 很安全 杜凡开口说着 闻言 凤九这才点了点头 看了他们一眼 见他们身上多有伤口 便道 你们退下吧 是几人行了一礼后 便也退了出去 只剩凤九和轩辕莫泽在听中 说好的闭关修炼 怎么一听到动静就出来了 凤九握住了轩辕莫泽的手 笑问住 你炼丹的动静那么大 我便知道会引来不少人 因担心也无心修炼 便想着出来看看他的声音一顿 道 我们出来这边 还没与人结仇 这些人 会是什么人 三明天神修士 可见绝非一般的势力所有 而且 他们说要活抓我 应该是看中了我的炼丹之术 至于是什么人 还真不好猜 他轻叹一声 道 总之 以后都得小心一点 轩辕莫泽看住 他不放心地交代住 那你自己就得多注意一些 别让人有机可乘了 嗯 我知道他倾笑住 问 你还回不回后山洞府修炼 缓缓吧 也不及这一时心下担心 也无法专心修炼 虽然知他应付得来 但一想到面对危险时 他没在他的身边 他就无法放下心来 对了 上回四缺给了我一株千年雪灵芝 我用它配入九转金丹中 如今炼成了 药效比之前的还要精纯 还要好 说话间 他从空间中拿出一枚 封了厚厚一层膝的丹药来 这一枚你留着 轩缘莫泽看了一眼 道 你上回给的我还在 凤九翻了的白眼 再也可以再收着 这叫以防万一 多被几枚在身上总不会错的 见此 轩缘莫泽才将丹药收了起来 见他眼下有些乌青 神色也有一丝的疲劳 便道 你这炼制丹药也几天没合眼了吧 快去休息 我让厨房为你准备些你爱吃的 等你睡醒了可以吃 好 那你等会去看一下浩尔 我就先去休息了 他站了起来转了转脖子 这才往外走去 同时 城中的各大家族 第二千九百五十一张安排 在得知邵家的几人平安归家后不久 他们便也知道 今早的那些围攻的黑衣人 一个活口也没留下的被杀了 而那为首的三名天神修士 则是死了一人 逃了两名 得到这个结果 他们一个个却都是说不出话来 越发地觉得 这凤九和轩缘莫泽神秘强大三名天神强者 二十多名黑衣人 居然还拿他们没办法 试问 这样的战斗力 谁还敢将脑筋动到他们头顶上去 两天之后 凤九将他们都叫到了厅中 目光在众人身上掠过 落在白青城的身上 青城 你收拾一下东西 这两天便启程去四大门派之一的刘先宗 参加门派的弟子考核 听到这话 白青城一正 不禁有些助击 可是青城想跟在主子身边 而且 若是跟在主子身边修炼 也一定不会比进先宗差的 凤九露出一抹笑容 说 你别急 听我把话说完 他看住他 说 我们现在所处的四方城 位于这一栋的地狱 而在这片地狱当中 有四大先宗四大门派 四大先宗我也跟你们提起过了 就是上回禁笔的那四个宗门 而四大门派的实力 对比四大先宗来说 并不逊色 宗门的制度与门派有所不同 其中隐藏的强者也不少 帮你挑的这个刘先宗 是因为这个宗门的功法 最适合你修炼 若是跟在我身边 我却只能指点你一二 但去到这刘先宗却不一样 他们每一年都有秘境历练 那是看个人机缘的地方 我也是看重这一点 才让你去留先宗考核的 以你的实力天赋 进了里面定能脱颖而出 到时若有秘境历练 也一定要尽力去争取 说不定会有你的大机缘 听着这话 白青城咬了咬唇 轻声映住 是 青城听从主子安排 主子步步算计 却是全在为他们打算 他又如何能让他失望 你跟在我身边的时间较短 但这两年来 你的心性也已经沉稳了不少 一人独自在外也能应付得了 若是日后真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麻烦 也可以回来找我们帮忙 奉酒交代着 同时递了一个空间戒指给他 这里面有我为你准备的东西 你留着吧 谢主子他上前恭敬的结果 紧紧地握在手中 他知道 这一句的话 短时间是没法再见到他们了 至于其他人 你们在灯线梯上 也才进阶短时间内演 是无法再进阶的了 但在这段时间可以稳固自己的时 历四方城中的拥兵工会 你们几个可以组成一支小拥兵队去做任务 以提升自己的战斗力和应变能力 听着这话 坐下的众人面面相去 主子 我们都去吗 听这话 是主子和严主不会去 只有他们几人去 冷霜留下照顾浩尔 冷华留下看顾住家 盈翼也留下 至于灰狼去不去都有他 你们几个 就是一定要去的 他看向杜凡几人说着 第二千九百五十二张取货 罗宇朝他们几人看了看 算了算 道 这么说 就是我和杜凡 范林 古墨 魏丰五人 若是再加个灰狼 就是六人 六人一小队的拥兵队 嗯 你们都是有过独立经验的人 在这边又是几人组一小队 对你们来说 问题应该不大才对凤九说着 看着他们道 眼下事情就这么安排吧 你们各自助手准备 另外 清城 你要离开时 最后不要让人看到 你是从这府里出去的 免得被人盯上凤九交代着 是 主子放心 我知道白清城应了一声 灰狼 你去不去 几人看向灰狼问住 灰狼抓了抓头 问 什么时候去 我定制的那两天 还得去验烧呢 等会我们去拥兵工会看看 注册一下后 接个任务就可以走 你要是不去 你就下吧 罗宇说着 灰狼想了想 便道 留下似乎也没什么事 这样吧 我等会去问问马车好了没 让他们家快点给我弄好 然后我跟你们一块去 这家里有主子和鬼衣他们在 也不会有什么事的 倒也不用太担心 于是 他们商量好后 便各自行动 杜凡等人去拥兵工会 注册一支拥兵队 灰狼去看那定制的马车 什么时候好 白清城也在准备住 启程去留先宗的准备 冷华依旧打量着 府里的大大小小事情 冷霜则带着浩尔 轩缘莫泽见事情 凤九都安排好了 便又去了后山的洞府 闭关修炼 闲在府里的凤九 则翻看着医药书 研制住药物 一天时间倒也眨眼间便过去了 隔天 灰狼来到凤九院里 便换着 鬼衣 今天那马车可以取了 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要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还可以让他们再改一拜 凤九正配住药物 将药物包好后 便递给一旁白清城 道 你自己留一些 其他的拿去给罗宇他们 告诉他们这些药物的用处 是白清城救了一生 这才往外走去 凤九看向灰狼 站了起来 弹了弹衣袍 道 也行 这几天 一直待在府中 也没外出 今天就了 去转转吧 那我们现在就走 灰狼问 叫上冷霜 要他带上浩儿一起去 顺便逛逛街 买些东西回来 他笑着往外走去 灰狼见状连忙跟上 算上上回街上被划划的马车 再加上后来那个家族 送来赔偿的马车 再加上现在去取的那一辆 他们已经有三辆马车了 因此 凤九便让灰狼 加那辆被划划的出门 打算回来时 顺便把这辆卖了 到了灰狼定制马车 那处地方 停落在门前 凤九看了一眼 有些危迁 城中竟有这么大的 马车定制铺 呵呵 鬼衣 这里面的都是炼骑师 铸造的可都是 上等的好东西 而且都是法器级的 除了可以定制马车之外 里面还有不少兵器 全都是炼骑师打造出来的 那价格可真不是一般的贵 第二千九百五十三张追魂笔 听着这话 凤九便笑道 那还真得进去见识一下了 里面一外男子 见灰狼来了 便笑着打招呼着 公子是来取货的吧 我带我家夫人 顺便过来看看 马车等会再过去取 灰狼说着 咧着嘴 对着凤九笑着 夫人 里面请 冷霜抱着孩子 跟在后面 听见灰狼 称凤九为夫人时 不由地敏唇一笑 凤九只是看了灰狼一眼 便迈步走了进去 那名男子将他们引进里面 笑道 这位夫人 不知要看点什么呢 我们这里的兵器 都是区分放着的 我可以带夫人四处去看看 有没合适的 那就先看看吧 看到合适的在说 凤九说着 缓步往里面走去 男子一边打量着凤九 一边笑着介绍着 夫人 请看 这边的都是一些客人 拿了材料过来 让我们的炼器室 打造的成品 还放在我们这里 没拿走的 像这些兵器的款式 和常见 都是可以按照 个人喜欢改造的 像这个 这钗子看着普普通通 其实是一件 攻击型的法器来的 还有这只小船 是个防御型的飞行器 男子一边介绍着 一边琢磨着 这红衣女子 莫不是就是最近暗地里 一直在传的那一位 心下打量着 却也不敢太过放肆 别的的我们就不看了 你们可以卖出的 又摆放在哪一边 凤九停下脚步来 询问着 呵呵 夫人 在这边 请随我来 男子笑了笑 将他们带往另一边 这边都是我们楼中的 炼器师打造出来的 什么样的兵器品种都有 夫人且看一看 有没喜欢的 男子笑说着 一边道 我们这铸造楼 分布各个城镇 这四方城 还只是我们的一个分布点 我们楼中的炼器师 都是一等一的 打造出来的东西 自然也绝非凡物 夫人只要看得对眼 买回去准不会有错 凤九拿起一把匕首 看了看 见着匕首外套雕刻精致 上面还镶着几颗宝石 甚为华丽 脱开匕首的套一看 锋利的寒光折闪而出 丝丝冰寒气息 弥漫而开 好刀 她赞了一声 这匕首的寒芒 甚是射人 可见定是 削铁如泥的宝贝 呵呵 夫人好眼力 这一把 可是我们楼中 唯一的一把 由炼器尊者 打造出来的追魂笔 这把追魂笔 可不简单 只要低血认主之后 这把追魂笔 是可以隐藏在手上的 而且锋利无比 只要轻轻一划 就算是铜墙 都得留下痕迹 凤九把玩着 一边看着匕首 和这匕首 那华丽的套子 见两者看起来 有些不太搭的样子 便问 这匕首套子 是你们自己加上去的 看起来过于华丽 跟这匕首不太搭 听着这话 男子一正 朝凤九手上的匕首 和那华丽的套子 看了一眼 笑道 夫人这眼力镜 确实非同一般 不错 这套子是我们搭上去的 因为这把匕首 寒光太甚 若是这样放着 也不太好 所以给弄了个套子 第二千九百五十四张 送冷霜 不过夫人要是 看不上这套子 也可以只买 这把追魂笔的 只不过单单 是这把追魂笔 就已经要加 二十万金石了 男子说着 一边看住 凤九脸上的神色 一旁的灰狼一听 顿时惊呼一声 你抢钱啊 二十万金石 这就没一把破匕首 呵呵 这可是练弃尊者 练制出来的匕首 不能与一般的匕首相比 男子笑着说着 依旧只是看住凤九 他知道买不买 最后还是这一位说了算 减轻伤害的作用 是件不可多得的宝贝 拿出来我看看吧 他示意 好那男子拿出来 展开给他看 一边说着 只要低血认住 这防御软甲的大小 也会随身影的变化 而变化的 这什么架 一旁的灰狼 忍不住问 呵呵 这个比先前的匕首要便宜 因为这并不是 练弃尊者练制出来的的宝贝 而是练弃宗师的作品 妇人若一病要了 这一件防御软甲 可以算两万金石 拿着吧 一会一起结账 凤九说着 示意他拿住 好 妇人再看看其他 我们这边还有靴子之类的东西 还有 男子一边说着 一边拿着东西摆上来 给他看 只不过 看住那些东西 凤九兴趣缺缺 最后也只是买了这两件 而在结了账后 他转手就将这两样东西 递给冷霜 滴血认主看看 他示意着 同时抱过他怀里 正四处张望着的小浩儿 冷霜争了一下 主子 这是给我的 嗯 你留着防身 凤九阴住 可是 那么贵 他以为主子是买自己的 却没想到 竟是买给他的 无妨 拿着吧 他说着 示意他结果 见此 冷霜接过那匕首后 便滴血认主 当认主后 随着他心念一动 那匕首便从他手中消失 曲儿在手心处 出现一把小小的剑影 看住这一幕 冷霜心下微卡 针变小了 他眼中浮现笑意 又问 这里有没可换衣服的地方 这边来吧 男子看了冷霜一眼 便带着他往一旁而去 不多时 将那软甲也穿上身的冷霜走了回来 道 主子 果真如他所说一般 会自动变大变小 而且很轻 感觉不出重量 嗯 好用就行 凤九露出一抹笑容点头柱 对那男子道 我们的的马车呢 带我们过去看看吧 好 这边来男子说着 请他们往后面走去 知道来到后门的一处地方时 男子上前拆开马车上盖住的黑布 第二千九百五十五张买不起 黑布落地 那奢华却低调的马车便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凤九围着那马车看了看 灰狼又进了里面将一些机关打开 他看过之后满意地点头 不错 确实是可以 夫人能满意就好 这辆马车可是花了不少钱 灰狼咧嘴笑着说着 马车的钱都结了吗 凤九询问着 结了 取了车就可以走 灰狼说着 见此 凤九点了点头 衣袖一扶 两头紫金灵鹿便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看住两头漂亮的灵鹿 灰狼眼睛微睁 一脸兴奇地上前想要摸一摸那灵鹿 就见那灵鹿退后了一步 避开了他的手 同时嘴里还叫唤了一声 啊 哥哥 被凤九抱在怀中的小浩尔一见到那灵鹿 顿时兴奋地舞动住双手 哥哥地笑了起来 夫人 这就是那紫金灵鹿了 长得真好看 夫人准备用他们来拉马车吗 灰狼问住 一边看住那两头灵鹿看住 居然这两头灵鹿还不让他碰 凤九笑了 嗯 这辆马车就由他们来拉 你把那绳子套到他们身上去吧 说话间 凤九抱着小浩尔凑上前 用他的小手摸了摸鹿角 去吧 两头灵鹿听到他的话后 才走到灰狼的面前去 嘿嘿灰狼咧嘴笑着 趁机摸了摸那鹿角 等将两头灵鹿套好后 他便道 夫人 你们上车吧 想去哪里 我送你们去 等等 一道声音传来 灰狼回头看去 就见吉姆身影朝这边走来 在几人当中 有一名穿着红衣的美艳女子 当看到同样是一系红衣的凤九时 眉头明显皱了一下 此时的凤九被对住他们几人 身后传来的声音 也没能让他回头看去 而是抱着小浩儿 踩着小凳子上了马车 坐到了马车里面去 而冷霜则也坐上了马车 只不过是坐在外面 并没有进去 来到的几人第一时间 目光就被那两头紫金灵鹿给吸引了 看住两头珍惜的紫金灵鹿 居然就这样成了拉马车的灵兽 几人不禁有些肉疼 这可是极为珍贵的紫金灵鹿 居然用来拉马车 真是抱铁天物 一名男子摇头探着 目光在那两头紫金灵鹿上 无法移开 没听说这四方城里 有紫金灵鹿啊 莫不是外地的 另一名锦衣男子说着 想上前摸一摸那灵鹿的鹿角时 那头紫金灵鹿 便喷出了两道鼻息 同时避了开局 那锦衣男子一正 哈哈一笑 有个性 我喜欢 是 这可是紫金灵鹿 谁不喜欢呢 另外的两人也说着 这时 那名红衣美艳女子 则瞥了他们几人一眼 刀 既然喜欢 让这主人家 将这两头零鹿 卖给我们不就得了 拉着绳子的灰狼 听了威愣了一下 狐一的上下打量住 那美艳的红衣女子 因目光太过吃果果 以至于那名红衣女子 冷哼一声 不悦地贺问住 你看什么 灰狼咧嘴一笑 刀 我看你就是将你自己卖了 也买不起这两头零鹿 第二千九百五十六张原来 你放肆 那美艳的红衣女子一怒 挥手间一条软鞭 便啪的一声激出 朝灰狼袭去 灰狼正要出手 就见另一条鞭子 啪的一声 缠上了那美艳女子的鞭子 两条鞭子抽拉在一起 互不相让 他回头一看 见是冷霜出手 便嬉皮笑脸 一脸兴奋地倒 冷霜 你居然保护我 马车里的凤九 听到这话 唇角不由地弯了起来 这灰狼 怎么就没个正经呢 都跟人对上了 居然还有心思逗冷霜 冷霜瞥了他一眼 没开口 只是握着鞭子的手一用力 力道一震 将对方的鞭子甩开了 因力道往一侧荡去 那名美艳女子握着鞭子 也因此而往一边退了几步 才稳住脚步 未等对方开口 冷霜便冷冷地问住 你们做什么 刚才你们买了追魂笔 美艳女子问住 目光盯着冷霜 心下微脑居然让这么一个女子 将鞭子给震开了 而且他手上的那条鞭子 看起来丝毫不逊于他的 冷霜瞥了他一眼 便看向那躲在一旁 先前为他们介绍兵器的男子 冷冷地道 这是你们楼中的处事 那男子因隐约猜到 凤九几人的身份 因此也不敢大意 见那一袭紧身黑衣着身的女子 盯住他看 他连忙道 这个不是我们叫来的 说着 他看向那紧衣着身的几人 道 几位公子小姐 东西已经被埋死 你们若是这样 只怕会上我们铸造楼的黑名单 美艳女子咬了咬牙 盯着那马车坐着 连话也没说得一句的那名红衣女子 只是 如今那马车的门被关上 他也看不见那里面的人 究竟长出什么模样 可是就这样离开又不愿 可一看这几人 就知他们是不缺精识的人 当下也没别的办法 只能握着鞭子退到一旁 这时 一旁的一名华裔男子 盯着那两头紫金灵鹿看了几眼后 转而看向冷霜 问 姑娘 不知我们可不向你们买一些 这灵鹿上的鹿角粉末 冷霜收起鞭子 别在腰间 走回马上坐着 对灰狼道 走吧 行 灰狼硬住 便跃上马车 驾着两头紫金灵鹿便离去 那男子还想开口 看不过去的那名楼中 男子便上前道 几位公子最好还是别去招惹他们 这几位可都不是普通的主 听着这话 那华裔男子转头看向那男子 问 怎么说 几位是外地的吧 楼中男子笑着问 华裔男子笑了笑 不错 我们是昨天刚到这里的 打算来给我姑父喝手 哦 看几位公子小姐气度非凡 想来令姑父在城中也是个人物 那男子笑着说着 一双眼睛盯住他们看住 闻言 怀疑男子笑了笑 我姑父是四方城中 八大世家之一的江家家主 听着这话 那名楼中的男子愣了一下 继而意味不明地笑了起来 令姑父原来是江家家主啊 那几位就更不能去招惹那位了 第二千九百五十七章 非寻常人 几人相视一眼 问 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怎么觉得 这人笑得有几分的意味不明 呵呵 几位去江家走一趟也就知道了 我也不多说了 还得回去招呼客人 几位 失陪了 他笑了笑 拱手行了一礼后便转身离开 那位夫人是什么人 这城中普通人也许不知道 但是各方势力却是知道的 估计都已经交代了各子族中的子弟 出门小心别招惹了他 这几人居然敢跟他们抢东西 这是闲命太长了吗 看着这一幕 那华裔男子沉思卓 道 这样吧 我先去江家一趟 你们不是也要去主家走一趟吗 那我们就约好傍晚再见吧 几人见此 也点了点头 看那马车也不是寻常人坐得起的 还有那楼中男子的话 也让他们有些不安 生怕真的一不小心得罪了什么厉害人物 到那时可就后悔莫及了 各自离开后 便各自往他们主家而去 除了那华裔男子 是来给他辜负贺寿的之外 其他的几人都是这城中一些家族旁锡的子弟 这趟过来也是有任务的 随着他们的离开 那楼中的男子也到了里面 将接待了那位凤九的事情 跟上面的管事说了下 另一边 两头紫金灵路 拉着一辆奢华又低调的马车 却是怎样也低调不起来 几乎一进大街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那辆零售车上去 他们见过马车拉 也见过零售拉车 可用这样珍惜的紫金灵路来拉车的 却几乎是没有紫金灵路这样的零售 就算是有人得到了 也是圈阳起来 哪有这样的给他们套上绳索 成了拉车的零售 一些人不认得那两头零售是什么路 但看着那两头零路异常漂亮 也知不凡 便低声议论了起来 那两头是什么路 怎么不曾见过 我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路 这两头零售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拉得动那车 这是紫金灵路 是路中的珍稀 据说这紫金灵路浑身是宝 那路角刮下来的路角粉 都是解毒的圣药 就更别提那路行了 啊 紫金灵路啊 这就是紫金灵路 这不是很珍贵的吗 怎么会用来拉车 有人惊呼着 神色带着不可思议 而一些人听到那紫金灵路浑身是宝厚 眼睛也亮了起来 一个个都盯着那两头成年的紫金灵路看着 直到听到另一道压低的声音传出 呵呵 你们不知道吧 这坐上这车里面的人 可不是一般人 听到这话 不少人看了过去 询问着 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这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这连个人影都没瞧见了 说不定啊 里面根本没人 是 老夫才不告诉你们 老者俯着胡子说着 邪逆了他们一眼 并不开口 我看你是不知道 故作神秘 老者一副老神的样子 就是不开口旁人见词 便也不指望他开口了 然而这时 有一人却突然冲上前扑了上去